詞曲 李宗盛 行政院來涵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主任委員聰賢 本日因公請假由陳副主任委員集中代表練習 報告完畢 好,謝謝 我們現在開始質詢 第一位請徐委員正位質詢 巡答時間為30分鐘 主席好,麻煩請我們的這個院長 請賴院長 徐委員,你早 院長好 我相信院長對於這次0206的部分 真的是再一次的經歷 除了兩年前的0206台南大地震 我們真的是讓您這個痛徹心扉 刻骨鳴心以外 相信這一次 您身為魏院長 您以台南的經驗來協助花蓮 正位在這裡代表花蓮鄉親 非常非常的感謝院長及時的協助還有伸出援手 更感謝總統還有院長多次到花蓮來 來協助以及安慰我們所有的鄉親們 在這裡要謝謝 那其實到目前為止 除了第一時間的舊人 第二再來是我們離災 再來是這個重復建 再來是我們的重建 我相信現在的舊人 已經告一階段 離災也告一個階段 復原現在其實還在做 而且真的是還在努力中 重建更是欠頭萬序 這整個過程 我們的院長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這裡 文西希望我們中央 第一個能夠協助地方 因為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院長也能同理 然後一起來努力 我們在這裡 其實在這一次的整個救災的過程中 中央與地方整個夥伴關係的整個整合 還有團隊的合作 很多的地方的鄉親 都說其實真的很難得有一個人可以同時在不同的位階裡面 而且在同一個時間裡面面臨兩次的天災 第一個是您當時是身為台南市的市長 而現在以一個國家的隔魁 所以很多這個民間坊間也在傳說這個未來這個天將將大任與我們的院長 所以在不同的位階 給予不同的考驗 我們在這裡 所以要 這也表示地方上都非常非常的肯定院長您的作為 好 那在這裡我們現在秀的一些畫面就是 無論是感謝我們所有的救難人員或者所有的社團或者所有的志工 在這裡 以及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看到我們很多的各大的災情 而這些災情可能我們院長手上還有我們國發會的我們這個主委也都有 那陸陸續續我們都在做 但是災後的現在的復原的工作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來做 因為時間不多所以這些照片我也就想就都略過好了好不好 好 那現在要請中央協助的就是 無論是學校 廳設還有機關這些硬體的部分 很多的報告都已經在我們的這個主委還有我們院長手上了 那對於我們中央協助全面來檢視我們地下排水的系統的部分 我們的自來水管 其實在0206的部分的時候呢 就整個因為地層的錯位 還有這個在斷層帶上 所以我們的這個水管啊 當時就整個大破裂 大破裂以後將近有7到8天的時候 我們是停自來水的 而我們也是非常的敬佩花蓮人 在這個幾天 剛開始的幾天完全沒有怨言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天災 所以大家非常非常的忍耐 那也感謝我們自來水還有台電 在第一時間復電或者是經過這個全國自來水所有的夥伴 大家集中到花蓮來協助 所以大概7到8天讓這個災區通通都有水 但是到目前還是有部分的是停水的階段 那既然地面上的這個水管 自來水管都有如此重大的這個受災 這個破損 所以呢我們可想而知地面下的排水系統 是不是更嚴重 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萬壽的 我們的這個排抽水站 這個地下香寒的部分 這個我們有到這個地下香寒去看 其實它第一個它的管線非常的多 您現在看到右上角的這個是自來水管的部分 它已經把整個寒管 整個寒管的結構已經破壞掉了 還有下面的這個部分呢 那個整個上面的結構呢 結構技師還有這個我們這個工程專家也說 這個其實是非常危險 因為它就在雲翠大樓的上面 這是在馬路上 所以如果這個車輛非常的多的話 這個可能有塌陷之餘 這個是我們萬壽抽水站的部分 還有國勝抽水站的部分 以及我們現在您看 那個我們台電台水 還有很多的是共構的 那個上面的大概有十二支管 所以它把整個寒管的牆面 還有上面通通整個這個結構破壞了 所以這個地下的寒管的部分 都需要我們中央能來協助 無論是我們營建署或者是這個中央 請派這個多一點人力來做一些探測 好嗎 那你看我們這個市區的我們的污水處理場 還有污水處理的這個寒管也是 在左上角的部分 我們花蓮市污水管理的這個修復工程 我們污水寒管也是下面真的是 它的受創非常非常的慘烈 如果下去大概您會看到會驚心動魄 觸目驚心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請中央的部分 能寬裂以及來協助 因為這個部分在訓期前 如果沒有趕快把它整理完畢的話 把它修復的話 訓期的時候會非常非常的嚴重 可以嗎 那個徐委員 我利用這個機會 先來感謝花蓮這次地震 花蓮縣政府副縣長 還有我們花蓮有兩位委員 包括您 包括蕭美琴委員 還有花蓮地方大家都非常團結 非常積極在解決花蓮這次地震的問題 另外我也感謝來自全國的景義消 大家全力投入 現在我知道這個社會的善心 也有湧入花蓮 我相信已經奠定了未來解決問題的基礎 後續行政院一定會跟花蓮縣政府共同合作 也會跟花蓮相親站在一起 共同面對問題 那你提的這一個問題 我是不是先請經濟部 我們審部長來簡單跟您報告 好的 謝謝 部長我們簡短一點好不好 時間不多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委員在關心的就是在 譬如說像駐來水這個部分 跟經濟部有關的駐來水部分 我們駐來水公司也按照院長的指數 過年前一天我們花了七天 把所有的漏水的部分 那個都把它已經做一個處理 那過去我們大概有投入了 大概已經去漏水的部分 有一千兩百件 我們都把它趕工了 委員在關心的部分 後續我們的這個自來水地球七處 我們會隨時 關心自來水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 部長您這邊都在協助了 就是我們現在地下航管的部分 無論是雨水的排水 或是污水的排水 這個部分要需要中央來協助 可以嗎 是 我請那個陳主委跟你說明 跟學員報告一下 其實在我們第四次的 這個重建小組的會議的時候 已經做了一個討論 基本上來講就是 如果是屬於搶險的 也就即時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一次災害的一個 直接的損害的部分 我們可以報災損金的部分 先做第一步的處理 那這個部分已經都去會看過了 那麼我們在當時會議也決定 就是三月底之前 那中央就會全部核定 所有的搶險的所有的計畫 好 那個我們 那後我知道委員所關心的 其實是整體的 可能要做一個檢測 因為整個的地下管線 或許因為地震的關係 都有受到影響 那這就是一個中長期的一個計畫 整體的發展的基礎建設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再來看 它到底是屬於 如果是這個我們前瞻基礎建設 裡面有的基礎建設 可以來爭取的城鄉建設 那我想花蓮縣也可以提出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在我們的這個花東基金裡面 也有一個所謂的 綜合性的發展計畫方案裡面 我們會用那部分來做處理 好 這個院長 本席要在這裡說明 因為地面以上的這些災損呢 我們已經爆了 已經大概也是爆了三億多嘛 對 然後這個地面下的這個部分 是還沒有的 還沒有 它只是有預估一個值而已 但是它並不是這麼確切 但是因為它必須要經過這個 檢測 所以我們中央的部分 我們特統的部分 有直接撥三億嘛 直接撥三億 那地方的這個 我們災害準備金的部分 我們是這個兩億嘛 所以大概是五億 但是其實基本上是不夠的 所以其他的部分 就需要中央來協助 那剛才這個主委也說 如果能夠用花東基金來報的話 我們也會盡快 不過就是我們請這個國發會 能夠盡速 盡速加速來處理 好不好 好 我們都會有那個計畫的 審議的程序 我們這一次的基本的原則 就是重數 重減 重寬 重寬 是 因為下水道的部分 是不能開玩笑的 五月薰期就到了 在這裡 謝謝部長 還有謝謝主委 那另外中央還要協助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拆除的部分 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企圖還有廢料 這個部分我們可能需要一些運費 還有這些的這個處理費的協助 那現在在上一次的 我們開會提報的資料裡面 2月23號提報資料裡面 是兩億 兩億八嘛 但是以目前來說 我們還有一些黃丹的部分 都在拆解 還有還有其他的大樓 所以很多的這個廢棄物的處理 以及我們這個廢棄的部分 廢棄的部分 還有我們這個生活廢棄物的部分 這些都需要中央來支持 因為以目前花蓮跟我們 我們一來栗澤是有契約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契約是比較長的 所以我們的這個 在送到那裡的這個成本 第一個比較高 第二個是 其實栗澤不太願意收花蓮的垃圾 因為 現在彰化雲林的垃圾 都送到栗澤去燒了 所以他收彰化雲林的垃圾 其實他是比較賺錢的 所以在這裡需要環保署來協調 中央來協調 立喆是不是 可以全數來收我們的這個 家庭的廢棄物 還有我們廢斯基的部分 這個垃圾是地震的時候衍生出來的嗎 對 是的 然後我請理署長來跟你說明 好 我想那個徐委員你也了解 這個包括這些 拆除大樓之後這些土方 是 這些還是說 我們刺激產品的這些大理石的產品 它壞了之後 要送到水泥場去處理 這相關的問題 我們都有派這個同仁到現場去說明 都解決了 那就一般性的日常垃圾 那個是說平常的話 因為我們有這個相關的協調機制 到 送到這個宜蘭的立喆 這是正常的狀況 那在這一次的災害的狀況 我們是先就 有的部分 大的部分 周邊的幾個掩埋場 包括那些停車場 那個相關都有安排好 但是你所講這部分 只要有問題我們都會協助 好 就全權協助 好 那這個費用的部分 是不是請行政院能幫忙 和支持 跟委員報告一下 有關食材的那個廢棄物的清理的部分 大概需要五千萬的部分 當時候我們在第二次的會議的時候 已經承諾就是由國發基金來 有這個分析了解 感謝 那這筆錢也已經撥給花蓮縣政府 是 那其餘的部分的那些費用呢 那其餘的部分的那些費用呢 拆除的費用 環保署再會去盤點一下 它的這個預算的部分 能不能足夠這樣子 好的 那如果真的中央在項目上並不符合的部分呢 我們就會建議縣府在某種 就有需要的時候 可能也需要用善款的部分來協助某一部分 如果 因為善款基本上並不多 並不足夠 我們現在有三棟 三棟集合式住宅要重建 另外還有七星潭的六棟 六棟平房式的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復建的工程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以善款來做復建 我們的受災戶的復建 這個部分 現在好像大概有17億吧 這個部分不曉得夠不夠 當然要看監督委員會的部分 但是如果說我們行政部門可以來協助 地方無論是我們這個廢棄物的去化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硬體的復建復原的話 這個真的希望中央能夠支持好不好 徐委員我跟你分享 就是中央責無旁貸 會來協助花蓮縣政府 那不過我們台南的地震 情況應該不亞於花蓮 因為我們也大概倒了四棟 然後房子受損 或者是裂開了土壤液化引起的 有一千多棟 可是我們大概在兩年左右吧 一兩年之間陸續完成重建的工作 我們也大概才花20億左右 包括你剛剛講的那些都是用上款處理 那現在我們是中央來協助花蓮 那錢從哪裡來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在擔心那個重建的經費會不夠 所以我剛剛跟你分享 以台南市的災情 我們總共大概花20億左右 因為真的千頭萬序 重建是千頭萬序 我們現在做復原的工作已經很辛苦了 還在努力 所以復原的工作就是希望中央能夠大力的支持 中央地方夥伴關係 如果地方大家都安合力樂力的話 我們中央就富國民強 那當然 我相信是這樣 那在這裡還有第三項 就是我們中央要協助的 就是我們地方的消防救災能量的部分 其實在我們去年的部分 花蓮的特收隊 我們就開始事前不斷不斷的訓練 不斷的訓練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1月13號 我們花蓮縣的特收隊是正式成軍和壽齊 正式成軍和壽齊 而因為去年的訓練 今年真的就是用在一時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而這正好就這一次0206也用上了 所以我們在分析 花蓮我們從11點50分 0206 11點50分 發生以後 中央10分鐘後 就這個 我們中心應變中心就成立了 然後我們院長就統籌了 全國的所有的特收隊 要發動要到了花蓮來 但是呢其實到的時候 4點03分 台東的特收隊是開車上來的 那其他的台北的特收隊 以及我們這個南投消防署的 還有我們台中的 以及我們屏東的 都是做軍機到的 而且都是4點以後 那另外其他的4隊的特收隊是 7點以後才到 7點以前才到 所以其實在真空的4個小時裡面 花蓮要如何自救 自救援 當然特收隊 易警消邪情名利 以及軍警 大家請盡全力 來做疏散的工作 因為在第一 第一個是救命 還有讓人民離災 所以在這4個小時內 真的把200多人 全部安全的疏散 當然我們非常非常謝謝 特收隊的整個整合還有加進來 還有很多的 這我們這個特收權的部分 也加進來 最後的能量的爆發 我們謝謝 那所以呢在這裡喔 本席就希望 因為花蓮的交通不變 我們如何來提振 而且將我們的 縣內的這個 這個消防自救救援的能量 能提升 所以其實我們 郁建宜宣已經送了 送了我們的這個計畫 而且在已經報到國發會了 也目前也都 三項計畫都在審 除了我們國發會 這個三項計畫 我們就是各個聽設 各個聽設 全縣的聽設 無論是我們中區的 我們瑞穗的部分 我們要加強 加強我們的教育 以及我們光復的部分 要高級救護隊 還有我們封兵 以及我們的萬榮 這個要加強山域 以及高塔低塔的訓練 另外我們集安的特首隊部 這都是我們國發會 內政部非常的支持 謝謝葉部長 我們國發會也請多多支持 這個部分 現在的總金額是三億多 我們已經送了 原則上 內政部是全力支持 我們就希望國發會能 好 跟委員報告一下 您剛剛所提到的 其實是在還沒有發生地震之前 是的 那就提了三個計畫 一個是花蓮縣救災網路的鞏固跟強化的計畫 還有一個是偏鄉智慧雲端救護效能的提升 還有一個是優化防災軟實力 總共三個大概三億多的部分 對 這個部分我們請內政部表示意見 內政部完全支持 所以這個部分是會很順利的就會核定 好 謝謝 但是委員剛剛特別提到的就是說 還希望能夠有那個特首的器材車 等等相關的部分 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計畫的內容 可是這個部分 這個之前因為我們特首隊的成立 還有我們其實遇見於花蓮的交通不便 所以我們必須要這個自救 所以我們之前都已經送了這些各聽社 還有我們消防議事的這個提升 以及我們新住民的種子 這個獅子的部分 還有我們全民避難的 這個強化全民避難的知識和常識的部分 所以這個我們之前都送了 要請國發會來支持 另外的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個前災計畫 花蓮分隊對部的部分 已經通過了8000萬 但是我們地方政府必須要付這個一成的 我們的這個配合款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的國發會可以來吸收 因為以目前我們的救災 我們目前我們花蓮縣政府的財政 除了這一次 這一次我們整個災後復健 可能會用到非常非常多的財政預算 支出 所以在這裡是不是我們花蓮分隊的部分 我們配合款2000多萬 是不是我們國發會可以來吸收 許委員這一次花蓮地震 我們內政部葉部長也非常辛苦非常積極在幫助 謝謝 我讓他就這個項目來跟你說明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部長我可不可以一起說好了 如果我們把現在這幾項的消防能量都把它做好了 相信花蓮的整個我們自救救援的能量會具足的 因為已經全面性了 另外兩個新興計畫也就是我們剛才主委講的 這個部分是這個災後 其實我們已經 災前已經在做這個細部的規劃了 只是還沒有送 就是一個我們吉安特收隊的訓練基地 因為我們吉安特收隊的隊部已經在我們的 剛才本席講的花蓮基金裡面已經爆了 已經爆了 那現在是吉安特收隊的訓練基地 還有我們特收隊的設施設備的提升 這兩個是新興計畫還沒有送 但是我們已經在0206之前就已經開始規劃了 所以也就有現在的我們講到的這個土地的部分 因為已經在那時候已經規劃了 所以就希望在吉安 就在我們吉安特收隊 吉安分隊的旁邊有一個這個基地 大概有石甲的部分 那當然用得著那麼多 用不著這到時候再說 但是這個基地的部分也請我們中央能夠協助 讓它的這個土地來變更 或者是協助我們的未來的建制的經費 這個部分 我跟許委員說明一下 整體去提升花蓮的救災量能 是一個好的方向 我們也一直都很支持 那對特收隊的這個設立 以及它的訓練是非常重要的 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消防署對花蓮的特收隊 進行了完整的訓練 這個訓練強化非常重要 不是只有設備而已 那未來包括是消防分隊的聽設 也已經補助了8000萬了 那前瞻計畫裡面列 那至於說是不是花蓮可以 支配款的部分可以 這個我們在協調 但是基本方向上是都一直往這個方向在走 但是有一個重點 有一個重點就是 花蓮不是只有自力量能 要讓其他的量能能夠進入協助 這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花蓮有好山好水 花蓮也有很多地方 是適合做特收隊的訓練 比如說基流 那這些訓練 花蓮可以當基地 全國各地的都可以到那邊訓練 所以往這個方向來講 花蓮有貢獻 那別的地方也去貢獻花蓮 整個收救的量能 整體這樣去把它建立起來 了解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向 其實部長您講到重點 其實您說花蓮有基流 其實以前全國的這個 所有的消防人員都到花蓮 我們秀谷蘭溪 因為秀谷蘭溪的這個水巷是最好的 而且最豐富的 那是非常好的訓練基地 那這是水訓的部分 那山訓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在萬榮分隊 是有一個山訓 山域的場域的訓練 但是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吉安的特收的訓練基地 這是for我們的全民的部分 這是可以的 這是比照我們竹山的訓練基地 因為其實在我們每一次的 無論是鳳凰、易蕭、富宣 我們每一年的交流參訪 一定要求我們所有的志工夥伴 一定要到竹山訓練基地去 因為只有透過實地的訓練 你才能知道正確 而且能判斷有正確的嘗試 救己以及救人的部分 所以在這裡我們還是希望 我們中央能支持好不好 我還是要恭喜 花蓮的特收隊 現在已經被我們認可 可以加入國際救援了 謝謝 最近已經加入了 那經過這樣的訓練 它的量能提升起來 但是更重要的是 救災尤其是地震 這要全盤 那大家力量都能夠投入 甚至於連國際都會進來 所以這是一個全盤整治的 部長請多多支持好不好 謝謝院長 因為剩下五分鐘 所以在這裡 有一個就是我們現在受損 有關於中央的部分 就是我們花蓮大橋 花蓮大橋的部分 可能急需要改建 第一個花蓮大橋呢 它是兩板橋 它的這個靠海的這一板橋 是57年的橋 然後到右邊靠山的部分 內側的部分 是這個我們的90幾年 是我們的91年的橋做的 但是呢 其實因為河川治理的這個改變 所以我們九合局已經公告了 河川治理縣的部分 所以呢 公路總局其實多年來 也已經開始在規劃 我們的花蓮大橋的改建規劃 因為我們現在公路 這個我們河川治理的部分 是河寬是950米 而我們的這個橋長啊 我們現在的橋面啊 是520公尺 520米 所以它不足430米 所以這個部分 就要請我們的院長 能協調我們的交通部 還有我們的經濟部 我們的水利署 對於我們現在要改建 你的方案 因為其實公路總局 已經公化了四個方案 四個方案 而現在有一些方案是不可用的 那現在會涉及到什麼 第一個 一個河川這個高灘地的徵收 第二個就是我們濕地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要跨部會的協調 就要請我們行政院能來協助 因為現在的橋 已經有支制型的 支制型的已經不是直指的了 所以是危險的 當地的居民 而且這是我們台11線唯一的橋 所以我相信部長非常非常地清楚 這一條橋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趕快加速 來讓它改建 可以嗎 因為規劃其實都已經規劃了 是 許委員謝謝您 確實我們已經有初步的方案 那麼這個橋目前 是一個單線通行的方式 那麼但是它確實是危險 所以我們不能夠因為說勉強可以用 就耽擱這個事情 所以您剛才的指教 我們會立刻來跟經濟部相關水利單位 把這件事情趕快來定案 來爭取它的強健實力 其實櫃部跟經濟部已經開過好幾次會了 就是我們河川高攤地的徵收 還有我們的營建署 可能營建署也要加進來 因為有一個失地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跨部會 還是希望我們院長能統籌 否則大家踢皮球踢來踢去 到底誰要徵收誰要付錢 這個就變成行情單位 他們沒有辦法去協調 就是要有我們院長的高度才有辦法做 所以一個月內我們可不可以 是不是可以聽到有些消息 要進展 是 許委員 花蓮大橋因為震災的修復非常要緊 剛剛賀城部長已經跟你說明 行政院會來協調相關部會 所面臨的各項問題 我們希望能夠迅速解決 把這個建設工程能夠建速推動 好 謝謝 那另外剩下兩分鐘很簡短的是 我們這個蘇花的部分 因為這個其實花蓮就是因為交通不便 所以救災的能量四個小時以後才進得來 而且都是坐飛機 坐飛機才進得來 所以在這裡我們還是希望第一個 我們這個蘇花蓋的 除了隧道段以外 我們其他的瓶頸路段 是不是院長能夠多多深入的了解 然後給予支持好不好 真的要深入了解給予支持 許委員這個蘇花蓋出來原工程完工以外 其他的路段 其實交通部都積極的在進行這個工作 安全工作 是不是讓賀城部長簡單跟你報告一下 在這裡我想不用再說 因為時間剩下一分五十六秒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現在民間一直在反應的 我們蘇花蓋的部分 第一段蘇澳到東澳已經通車了 那這個我們的交通部 對於我們現在小客車可以走 但是大客車以及大貨車這些都不能走 而蘇花改善道路是公路系統 它並不是快速路也不是高速路 所以在這裡我們很多的車輛是被限制的 尤其是這個尤其是我們的這個機車的部分 他們覺得說我以前這條路是安全為考量 那現在只有小客車能走 那為什麼這個大客車或者是那個貨車不能走呢 那是不是讓他們走這個蘇花舊線 那不是更危險嗎 尤其是現在地震頻傳而且還下雨 所以其實落實不斷了 無論是在怎麼安全 您說怎麼安全的設施設備 但是天災有時候落實是沒有辦法預期的 許委員您所了解的初澳到冬澳這一段 其實除了隧道有這樣的一個通車以外 其實整個落實都有相當的改善 最重要的是長隧道本身 在環評的時候就要求必須要分階段 我們也會把 所以我們是不是能盡速嘛好不好 非常小心的來把這個事情好好規範 你不要說這個要六個月六個月 還是三個月三個月盡速嘛 現在大家都是要走這一條路嘛 寧願被罰款是不是 但是它應該是從安全的角度 讓這個長隧道的管理 對大家都能夠有一個最熟練的操作 謝謝 好 謝謝 現在二十三秒 現在我們遇到還有這個 這個0206以後遇到一個實際的狀況 就是租屋補貼的部分 租屋補貼的部分 我們是這個三人以下 是六千塊起跳嘛 但是以目前的市場行情 三人 你要租到六千塊的房間很難 三人大概是二加一或一加二 就是一對父母換一個小孩 所以如果說我們的 還是以六千塊的話 請 就完全不愧 請 我們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年度没有超过GDP的3% 大概只有3200亿 3300亿左右 所以中国整体的军费支出台湾的16倍 当然他们是非常大的强权国家 那我们是中小型的国家 对国防运算当然会有这种差别 但是我们必须了解 对岸的中国是对台湾主权有威胁的国家 他们军费的成长代表是对台湾威胁的增加 那我们针对这种两岸在军事对比的这个失衡 国防部有没有具体策略跟因应作为 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想双方的国防预算的不对称 可以看出双方的军事战略是不同的 我们的军事战略是防卫固守 重臣贺阻 因此我们的国防预算的编列 是依据我们的国防战略的构想来建军 那其中包含了不对称作战跟以小国大 所以你说到不对称作战 过去新加坡有独蝎子政策 你知道吗 所以用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战略 是小国对大国的一个作战方式 有没有具体的内涵 是 有没有具体的内涵 我们不对称作战具体内涵 我们从海峡 因为这是天然的一个天嵌一个地涨 超音速的反舰飞弹 巡运飞弹的建制 对他们逆终战机 怎么样去降低逆终战机 对台湾空域的威胁 我们有没有具体的硬硬作为 我们在这方面都有强化我们的 秦坚针的一个系统 我认为说这部分应该 要让国人有信心 平时要当作战时 战时当平时 平时就要做好战备的整顿 战力的培养 在战时的时候 在精神上面才能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有建议我们的有效 嚇阻反制的能量 当然我们更强化我们的战力的保存 战力的防护措施 以确保后续在最后的时候 所以你所谓的战术的手势跟 战略的手势跟战略的攻势 就是防卫固守 战术是攻势 微存战力 战略的手势 但是你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 就是发展这个不对称的作战方式 所以有几个重点 我觉得在未来 你再当国防部长那里 你一定要在这方面要强化 军费支出的部分 国防预算的部分 3%在明年能不能达成 国防预算这部分 跟委员报告 政府有明确的一个指导 没关系 这部分我再请教一下赖院长 待会再请教赖院长好了 好 接下来请教吴部长 孙子兵法有余 善战者求是于是不责于人 我认为你是一个善战者 你立任国安会民主长 助美代表外交部部长 陆会主委 国家安全会的这个民主长 所以我认为你是一个善战者 我们必须求之于是 不责于人 因为责于人的话 非超市在乎 那是的部分 我们如果创造在不利的环境 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 创造有利台湾的外交 这个情势 我对你有信心 那你有没有具体的作为 非常谢谢邱会员的指教 那我想在外交方面 我常常讲的是 要尽量去做 那也要发挥我们自己的长处 那我想我们台湾的长处 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那以我们台湾民主国家的成就 来结合更多的民主国家 要跟我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外交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看看我们的内部 如果说我们外交部的 这些非常能干的 这些年轻的同仁 都能够让他们有所发挥的话 我们的外交的战力 会很强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外交部 应该是要我们 为我们全国来发声 要捍卫我们国家的这个利益 那我想这个部分 可能过去几天 委员也看到了 我们这个部分正在发挥当中 主动性积极性要增加 当然外交处境对我们是劣势 但是我们创造 在不利的环境中 创造对我的外交环境 有利的一个情势 这个世很重要 因为外交部长要做世 这个世要做好 这个部分我们也正在做当中 那有的是不太适合公开来讲 但是如果说以看看 我们最近的这个国际局势来说的话 的确我们台湾是存在这个势头上面 另外国际法对一个国家的 这个要素土地的民政务主权 最近又加上有效的国际承认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邦交国 每一个国家对台湾在国际承认 非常重要 你也是一个学者 你评估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 对我邦交国会不会有更积极的作为 夺取我邦交国 这个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个状况 那也是我们希望能够积极巩固的这个情形 我相信他们会 但是在过去一年多的这个时间 在李大为前部长的这个领导之下 我们跟邦交国之间的这个关系 看起来是已经巩固下来了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松懈的这种借口 我们接下来只有更加强 跟他们的关系 邦交国少一个对台湾在国际上有秀成就弱化了 所以邦交国的固守 是外交政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最后我请这个赖院长 赖院长之后我再请这个经济部 省部长 请赖院长 谢谢院长 经济部省部长 邦丹长 邦丹长主要还是请教 不防外交预算的问题 相对于这个中国投入这个五兆台币 在他的军费支出成长8.1% 那我们此时没有办法突破GDP3% 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 或者明年 院长能不能承诺 我们国防预算能够提高3%以上 GDP3%以上 另外在外交处境那么艰难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外交部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对外交预算我们也应该足以增加 所以明年度外交预算是不是可以增加 对外交部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感谢邱委员 也很钦佩邱委员 在国防外交方面深入的研究 不过我们必须要讲 在历史上 如果说他的国防军会预算比较高 他就会打胜仗的话 那历史恐怕全部都改观 更何况呢 刚刚我们严部长已经说明 台湾面对中国 武力的并吞的威胁 在战略上呢 我们 对对对 那战术上呢 我们是不退阵的这个战争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除了结合这个国际社会 形成一个区域的这个和平 跟民主稳定价值的这个联防以外呢 我们在国防预算上面 我们也会给它增加 您的意思说 现在的国防预算的规模已经足够 我们会增加国防预算 我们每年都会增加 因为总统已经公开指示 那就是说 我们针对我们需要的这个国防武器 我们可以编这个国防预算 那如果不足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用特别预算 到时候再前 那另外外交政策的部分呢 外交预算 外交预算的方面 我们也是一样会给予支持 行政策会给予外交部的预算 明年一定会比今年更多 我们会看根据需求 刚刚这个邱委员讲得很好 其实我们不求于人 而求于事 就外交的方面来看的话 看看蔡英文总统的领导之下 不管前任的李部长或现在的吴部长 那么在国际的局势上面 其实对台湾是相当有利的 我想这些邱委员应该都很清楚 谢谢院长 同时再请陆委会主委 院长 关于这个国有地出售或者出租 国有地最大的拥有者是台湾 台湾当时是经济部主管 所以台湾有很多土地 它没有从事农业生产 它也不完全是这个优良农地 所以当地方政府有公共支出需求的时候 它就应该是要尽可能的配合 比方说要治水防洪 治水防洪是百年大业 比如用治洪池的建制 比如用道路的开辟 或者在桥头新市镇 你要未来规划成这个科学园区 那很多都是台湾土地 那台湾它的高层或者经济部 一直都主张指数不受 这个原则绝对不可能松绑 我觉得沟通了好几次都没有用 我觉得对台湾这种 这是非常非常的僵化 百年防洪大计 怎么可以用出租的 每年我还要缴租金给台湾 我道路开辟新市镇 要开辟这个科学园区 我还要跟台湾租土地 你如果不接受台湾只租不受 我就不让你进场施工 哪有这种道理 部长 谢谢委员在关心就是 所谓的台湾的土地 来配合这一个所谓的 现在大家关心的就是 所谓的来开发延期 或者是所谓的来做制洪池的部分 那这部分也跟委员报告以下 那这部分的案里面 已经政委有来协调了 那也做了政策性的一个指示了 那以目前来说的话 现在就是台湾的这些土地 如果地方政府 他要来盖这个所谓的产业N7 那包括刚刚委员 人民生命的安全财产更重要 比台湾的利益还更重要 那这个部分呢 大概就是 取得中央政府 比如说像N7的话 是内政部的土地 增加生育委员会 所以院长这边能不能 正式的做一个诉求 就是说台湾这个 只要地方政府对公共设施 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建设有需求 台湾可以用其他的协议架构方式来处理 台湾理应配合这个地方在公共建设 或者是安全考量上面的需求 那所以呢 我们也请了这个政委 张景森政委 也有去协调这个事情 那我们把它分开啦 如果说民间的需求 那这当然要维持台湾公司本身的政策 这个我可以理解 我也可以接受 就是指出不受啦 那如果是公家的需求 不管是邱玉言所讲的 关于生命财产安全的需求 又或者是刚刚省部长跟你报告了 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 其实都应该要配合 那但是配合呢 也要有一个程度啦 不是说一提出来就那个 那可能他有经过一定的程序 所以这种大方向我可以接受了 用期段征收的方式 谢谢院长 陆委会主委 我想院长 这个主委国的对台政策 越来越具有侵略性 针对性跟积极性跟主动性 他立场 对主权立场越来越强硬 但是他的政策方面 越来越柔软 我觉得这个部分从他们M503航道 包括他会台31项的政策 包括他在国际社会加强对台湾这个国际处境的打压 包括我最近传出港澳办要跟国台办合并 我们对中国的战略战术 或者对大陆的这个政策 相对于比较保守 是被动 是因应 是口号 对他们不友善的作为 我们顶多是口号式的谴责 没有积极的反制作为 我觉得在未来可以思考 适度的反制 适度的主动 假设如果院长这边宣示 我们未来研究一下 把陆委会跟这个外交部来合并 或者是把陆委会在立法院的委员会归属 做一些研究跟调整 或者把港澳陆委会这个港澳办 陆委会港澳办公室 把它移到变成我外交部的这个港澳师 我们可以研究 院长 你觉得 这个研究 就是我跟老公说 我跟大陆说 我们并不是被你欺负着玩 我们还是有我们政策作为 有我们主权立场 院长 我请林副主委先跟你说明 去委员找 可以跟委员来报告 刚刚院长有特别提到了 我们在整个因应中国大陆的情势 台湾绝对不是孤立的 我们有很多国际的奥援 陆委会外交部跟国家安全会议 跟其他政府相关的部会 我们都是一体的 我们在因应中国大陆 对我们所形成的挑战 那有些的话是机会 我们都会有特别的详细的 而且是跨部会的来进行一些的议 我不能说软弱 但是我觉得是过于被动 而且回应的力道不够强 让人民没有太大的感觉 邱远跟你报告 面对中国会台31项政策 我们有分两个层面 一个是务实的层面 就是我已经指示行政院 施俊吉副院长来召集相关部会 就这31项大家来检讨 看如何务实的提出对策的因应 那另外一个是 属于比较策略上方面的因应 那其实我们国人应该要知道 中国最后的目标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并吞台湾 它不管是用九二共识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跟你谈 不管是 或者是用所谓的会台 或是本质上是立宗的政策 目的通通都是要兵吞台湾 所以我们也希望国人能够知道这边 但是我们因应作为 可能更有灵活 更有变化性 未来我们会更灵活 我刚刚所提到的 把外交部跟陆会 是不是未来再思考 请这个 谢谢 接下来请高金素媒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有请我们的赖院长 请赖院长 高金委您早 您是在去年的9月8号上任行政院长的 一个多月后的10月13号 本席在这个地方 对您进行了15分钟的 107年度政府总预算的咨询 我的主题是 1000亿的新南向策略性的融资机制 简称1000亿的ODA 南新南向 当时 或许院长您刚刚是在上任 所以你针对本席的咨询 你没有很清楚的答复 不过隔天呢 你的行政院的发言人也坐在现场 许国勇 他简单的公开答复 接着呢 本席在外交委员会 我又再一次的咨询 然后我又在107年度政府总预算的协商的会议上面 我第三次的质疑各部会 因为是1000亿很多的钱 结果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官员说清楚说明白 我们要带放出去的是1000亿哦 院长 1000亿对深斗小民来说是天文数字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这1000亿是人民放在银行的存款 我想呢 政府有责任 也不应该这样不清不楚的 就要把1000亿带放出去给新南向国 所以本席今天愿意再花30分钟的时间 跟院长您 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一下 各部会一直说不清楚的疑点 我认为政策本来就是应该要公开透明 尤其牵涉到1000亿人民的存款 我们更应该要谨慎小心 院长 我们现在来厘清每一个环节 您看一下2017年的10月13号 这是我们两个在这边的咨询 所有融资的贷款计划 要比照国合会在晚账上 全部公告 院长你同意吗 高委员 高经委员 我再跟你仔细报 好 院长您说你要跟我仔细报告 没关系 到目前还没有仔细报告过 但是2017年的10月16号 你们行政院的新闻传播处 公布了一个新闻 我们看一下这图片 它上面这个写说是 政府开发协助ODA计划 并非千亿元的黑洞 政院在这边要严正地澄清 这份新闻稿我看了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徐发言人表示 政府经过参考了日本韩国的运作机制 并且考量我国的能力还有民间的优势 有效地要争取海外公共工程的商机 行政院核定以ODA的模式来推动 海外公共工程来执行计划 初期将以争取35亿的美元的海外公共工程商机为目标 第二个重点是 未来以ODA的模式来推动海外公共工程的执行计划的相关案件 也会比照外交部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简称国合会的案件来资讯公布在网站 院长这是你们新政院的新闻稿 其实就代表着您的立场 这份新闻稿有没有错 新闻稿没有错 接下来我就要针对这五个月 我为什么一直听不清楚我们政府讲明白ODA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2017年的10月18号 前外交部长李大为 他在外交委员会跟蔡适应委员的对话 ODA全部都是经过商业银行的优势 所以我们是补助我们的企业到国外去投资 我们没有补助他们国家的政府吗 没有 我们也不是补助他国的政府办公共工程吗 没有 搞得好像说我们要拿了多少 35亿美金到国外去砸钱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好 前外交部长说没有补助他国 我们再来看07年10月19号 经济部次长王美化他在财政委员会跟卢秀燕委员的对话 我想赶快跟委员做澄清 其实我们这个ODA的机制 他的贷款机制是我们直接贷款给地主国 业主国的国家的政府相关单位 并不是贷款给我们的厂商 好 院长您可不可以在这边再告诉我们 1000亿的ODA海外融资案到底要贷款给谁 我们那个是有保证的 就是说我们的款项是会给那个国家 没关系院长您讲不清楚我再继续 我这样子可不可以帮你回答 我可不可以帮你回答是台湾的银行要贷款给外国政府 是不是 但是我们会选择 就是说那个工程 我们会看工程 就是说民间去投标那个工程 那商业银行会先去看那个工程 到底的可执行性到底如何 那另外呢这个国家的这个付款 保证 他的保证是什么 就是银行要受信给这个国家的话 他也要有这个担保啊 他担保的情况如何 大概这个机制是这样的 谢谢院长您的回答 我们再来看一下 2017年10月19号 经济部次长王美花在财政委员会 跟吴炳瑞委员的对话 用了劳工大部分会是当地人嘛 一定会用到当地的人 所以对本国的这个就业 协助并不是非常大 最主要的就是 要做新南向的连结 跟外交关系上面的协助 因为得标之后 把工程做得很好 但是是照 这个里面有没有政府 对政府之间的所谓的 利益啊默契这类的东西 还是纯粹在商严商 这个一定会有 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协商 好那你说现在 像刚刚前一个立委咨询的 就会影响到这个 他一直在说商业银行 你这个评估要贷款 到底有没有政策 还是全部都是商业的行为 这个东西就需要说清楚 这个一定会有政府的介入 所谓的ODM呢一定会 好很清楚 一定会有政府的介入 这是王次长说的 我们再来看 17年10月19号 金管会主委 顾主委也在现场 他跟财政委员会 跟费洪泰委员的对话 我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说 假如他是商业模式 那他就要按商业的模式进行 商业模式没有问题 对 那就牵着他们的专业 如果他不是一个商业模式 政策上决定 他不是一个商业模式 而是一个基于 推动政府政策的模式的话 那这一个部分 当然在某一程度 政府当然要承担 不要讲某一程度 最后你也不会当 那时候也不是你当主委 顾大主委 请你听好了 院长 我们看到王次长说 政府一定要介入 然后顾大主委说 如果是商业银行 以商业模式 我要请问一下 到底ODA 是商业模式 还是政府 有没有介入 这个高委员 我跟你说明 就是说基本上 当然我们政府 要推动新南向 这是一个政府的政策 可是在实际的执行面 是用一个商业的模式 所以某主委讲的 也没有错 这个王次长讲的 也没有错 很好 我们再回顾一下 106年的8月31号 蔡英文总统 他在总统府第四次 对外经贸战略会谈 其实他已经提出了 他说要建立策略性融资的机制 以ODA的模式来支援 新南向国 进行海外工程合作 初期由中央银行 匡列35亿美元 也就是1000亿台币 让银行来调度融资 去支援新南向国的公共建设 所以很简单 更明确地说 ODA就是政府的政策 院长您刚刚也答复了 而且是总统交办的政策 只不过是我们政府 挤不出预算 所以我们就把脑筋 动到了中央银行 还有人民的存款上面 我们政府要求银行要配合 所以形成了现在的什么 政筋结合的模式 所以院长我要再继续问您 如果银行执行ODA的海外贷款 万一真的被倒在了 那么我们的政府 要不要编列预算 来填补银行的存款 您不用急着回答 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格远怎么说 2017年的10月19号 经济部王次长王美花 还有我们的主记长朱泽民 跟费洪泰委员在财政委员会的对话 万一真的倒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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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分我们政府其实是有会要编预算 这你说的哦 是 没有法律依据的话 我们是不会编预算 如果他们有礼益 王次长你听懂了吗 所以你讲的那个承诺 是不对的 因为管钱的账房在这儿啊 他已经告诉你了 没有法律依据 国家怎么编这个预算 到时候如果说是蔡英文下令 我要去支援哪一个国家的公共建设的融资 出问题 这个预算怎么编呢 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刚才我跟那个苏次长讲的 一定要有计划 而且这个计划根据这个编列预算 而且要大愿通过 谢谢 朱主记长讲话又不一样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2017年11月29号 台湾金控董事长吕洁诚 跟费洪泰委员的对话 你们做ODA的这个事情 是谁交代你说的 在这个行政院新南向小组 有一个协调 那在这个协调里面 台湾银行就愿意来做 这一方面的工作 但事实上在这个架构里面 我们并不是承担百分之百的风险 我们只承担三分之一的风险 另外三分之一是由政府部门来承担 是 院长您可不可以在大院 再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民 万一倒在了谁要负责 高经委员我清楚跟你说明 其实ODA这个不是台湾发明的 在国际上各国在做海外投资的时候 都是运用这一套制度 那第二个呢 这套制度的内容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厂商 它在政府的政策之下 到海外去从事这个公共工程 那么它需要有融资 银行要有融资 那所以就台湾本国的商业银行 就去做这个事情 院长我在问你的事 万一倒在了 谁要负责 我会跟你讲到这一点 因为你也一直说都没讲清楚 在我今天跟你讲清楚 那本国的商业银行 会去融资给本国的这个企业 到海外去从事公共工程 可是可能会面临各国的竞争 所以我们本国的政府会编预算 在利息上面 融资的利息上面会补助 但是我们也会要求 这个当地国会出具保证 所以如果今天 今天有出事情 就是说倒了 就是拿不到钱 就是该国的政府 他必须要负这个承担的责任 但是另外商业银行要放款的话 他本身就有一套 非常严谨的商业放款的程序 今天并不是说 任何一个人讲说 这个工程要放款 他就放款 本身商业银行的信用机制 他也必须要启动 然后在放款之后呢 院长你可能忘记了 我们金控董事长 吕杰成跟费洪泰委员的对话 他说万一外国政府倒在了 我们银行承担三分之一 政府要承担三分之二 我再提醒您 您的说话跟刚刚金控董事长 讲的话不一样 也就是说如果倒在了 如果倒在了 政府要编三分之二 为什么银行只敢承担三分之一呢 他认为清楚的知道 ODA的风险非常的大 我想呢 我想的院长 你可能没有去参与ODA的主持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您 第一 政府的预算填补 这也是人民的纳税钱 如果是银行自行收入 也是人民的存款 所以也就是说 不管是政府填补预算 或者是银行自行吸收 都是人民的钱 但是结论就是 政府的政策错误 要全民来承担 院长 我再让您看一下 2017年12月5号 经济部国贸局 杨真妮拜访本席的时候 他说了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他来跟我说明 ODA的执行流程 我想呢 这张图是 我有史以来看到行政单位 拿出最完整的流程图 当时我们看一下 中央银行四个字 还在这个流程图上面 后来本席行文给央行 央行表示 去年彭怀南总裁 他有参与过相关的会议 但是央行 完全没有参与ODA计划的执行 所以行政院经贸办 在2018年的1月16号的 说明文件 说什么呢 央行就把这张图 在流程图里面 没有了 所以本席要再跟你确认一下 到底央行 有没有参与ODA的计划 如果有 他扮演什么角色 总裁在这里 他直接跟你报告 有没有 报告委员 就是说银行 他用自由的资金 如果说银行的自由资金不足的时候 他可以来向中央银行 转融通 什么 转融通 就是说他钱不足 他来可以跟中央银行 来申请转融通给他 但是中央银行 会对于他的这个转融通 就是受信给他了 我们会有十足的担保 怎么样十足的担保 那因为他 他银行 跟哪一个政府要担保吗 不是 那谁要担保 跟银行要担保 对对对 我们这钱给他 因为银行 在中央银行都有存单 所以他可以用他的存单 当做担保 十足的担保 很好 我再请大家好好听一下 国贸局长 他在我们的总预算 协商的时候 他说的一段话 我们再来听一下 那谢谢委员 我想这个案子 我也跟高委员 来做了几项说明 第一个有关于 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 上个礼拜 给你那个 那个整个检要的说明 那因为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签成给院长 那是院长的内签 事实上我们内签里面 是讲盖要的叙述 然后呢 是把它转换成一个说帖 自交给你们 那我知道你办公室认为说 这样好像不予足 我们要的是核定的计划 你们给我的是简报资料 因为那个核定是一个盖要的内容 然后里面还说 凤上面的指示 这个是机密 不可以给 那因为我有去看了一下 那个签成上面是因为 它是盖要的说明 所以他说 我们盖要的说明 签成给院长 是没有给 那所以说 把那个盖要的说明 具体化变成一个说帖 然后交给委员 那第二个呢 ODA的单一窗口 是说外馆去找这些商机 是他在外馆拿个单一窗口 所有的案子都要经过行政院 经贸谈判 在办公室 邀请外交部 经济部 跟财政部的单位 报照愿你去核克 那另外有关于说银行的部分 我们刚刚讲的哦 其实邦交国是援助 这个不是援助 这个是要支付利息的 只是它的利息金额比较低 那我们呢 刚刚大家质疑的就是说 这些国家没有邦交 对 这些国家真是没有邦交 但是呢 我们会参考OECD 这些幸运良好的国家 非常审慎的 才会有给他们贷款 那这贷款里面呢 刚刚委员一直提到的说 那如果他不支付的时候怎么办 那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呢 是由双方的政府机关在签约的时候 跟银行签约的时候呢 就会讲到有一个仲裁条款 那这个仲裁条款 就是依照纽约公约 在纽约 美国的纽约那个 做仲裁的裁定 我大概就是这样说明 院长 这讲得很清楚 一位部长 他讲得对吧 讲得很清楚啊 好 这是国贸局长的发言 大家听听看 院长也说他讲得很清楚 我在这边要提醒院长 依照纽约公约做仲裁 我也要告诉大家 中华民国不是纽约公约的 缔约国 万一我们被倒在了 这个合约是毫无强制力的 而且最近我又看到了一份提案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105年12月 民进党的立委 已经在提案要修正仲裁法 上面写着什么 我国勿拥负担纽约公约的权利跟义务 本席看到这个提案 我终于明白了 民进党你们拼了老命要参与国际的组织运作 可是你们却针对纽约公约 你们要提案 不用遵守 所以本席在这里何以怀疑 ODA计划的布局 早就在一年前开始了 所以你们早就为ODA可能倒在的危机 埋下了脱罪的伏笔 院长 你可能刚上任 你不清楚 刚刚本席 刚刚本席还给你确认 我再告诉你第二个问题 行政院在106年的10月16号的新闻稿 你们指出 行政院核定以ODA的模式 要推动海外公共工程进行计划 本席在107年 我就行文要要求行政院提供核定计划 结果杨局长说什么 他说签诚给院长的公文 只是概要说明 院长你核定的东西也只是概要内容 本席要的是ODA的核定计划 行政院你们提供的是简报资料 我再问一次 既没有计划 只有简报资料 立法院可以通过15亿的利息补贴案 我再给院长看一下 这是4000亿的前瞻计划 至少这么后一本 我们1000亿也应该要有四分之一吧 我再一次的问一下院长到底有没有核定计划 这个刚刚已经跟你说明了 这个就是政府的政策 推动ODA 政府的政策有没有核定计划 如果有为什么不能够提供给本席呢 有没有 这个预算就是15亿嘛 这利息补贴就15亿啊 商业银行的受信 那时候商业银行之有一套 问一下15亿的利息补贴 有没有核定计划 我们有编列预算 在里面送立法院审议 就等于 有没有核定计划 没有啊 高委员 这个等于出现法律啊 没有核定计划啊 这个完全按照 宪政体制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ODA计划 有没有核定本 你说有或没有 ODA计划 就是政府的政策 我们 它不是 它就根据 我们的需求 然后来进行预算的编列 所以是没有的 这本来就符合 宪法的程序 所以是没有的 院长 我非常的差异 也非常的遗憾 我们要动用人民的1000亿 居然连一个核定计划都没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高军委员 你怎么护网ODA的 顾大主委 顾大主委 请你 请你不要先说明 请你先不要说明 今天已经没有了 核定计划了嘛 讲得很清楚嘛 我再看一下 你们民进党立法委员 是程序性的事项 没有加入地域国 也可以信由双合 利用纽约公约所规划的 我们已经告诉你们了 中华民国不是 纽约公约的核定国 顾大主委 你居然在这边讲 这么没有专业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民进党的立委 你们是怎么样来 护网ODA的 纽约公约的精神来进行 而且某种程度上 台商是要去赚钱 台湾的银行 要去受信的时候 他也会去评估这个风险 台商自己要去投标 也会评估这个风险 如果你标到了 而且没有问题的话 你反过来说 可以说这些目标国家 他们政府在经营台商 怎么会倒过来说 是台湾在经营那些目标国家 这个是导果为因 完全逻辑相反 跟两位报告 我觉得这个 做不起来 我们的银行 也不会受信过去 你们今天都懂在说什么吗 一千亿 讲得很清楚 王次长说了 我们的银行承担三分之一 政府要承担三分之二 然后我们的民进党列委说 我们要花一千亿 去金援新南向国 结果郑委员说是 新南向国要支援我们 我不知道在说什么 好院长 我觉得我今天的质询 还是没有让这个黑洞阳光 我想高经委员我来请教你 你是认为政府不应该 去推动ODA这个政策就对了 那我就问你 如果倒在了怎么处理 就有那个合约的机制 什么合约的机制 我们中华民国 并不是纽约合约国的 当地国他要付这个保证 这个本来在签约的时候 就是ODA的内环的一部分 我认为连台湾银行 认为ODA是有风险的 所以他只敢承担三分之一 台湾银行说 我只敢承担三分之一 其他的三分之二 你来政府 也就是说 如果未来倒账了政府 你要编略预算 院长我很遗憾 今天我们还是没有 让这个黑洞阳光普照 这讲得很清楚 我想行政院经贸办 你们协助工程业者 争取海外公共工程 文件上写什么 初期是35亿美元 目标 也就是说初期 也就是说初期就要一千亿 意味着什么 还有中期 还有后期 所以我要告诉全台湾的人民 我们的ODA不是只有一千亿 他还有中期跟后期 也就是他是一个无敌斗 第二个我要再说明 为什么我们的执政党 你们敢这样的蛮干 因为台湾的经济形势不好 人民不愿意投资 所以绝大部分的钱放在银行 这几天有非常多的大企业也说 目前银行我们有多少钱 我们有十兆的烂头寸 如果我们从中间弄走了一兆 其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本席在这边要警告院长 也要告诉顾大主委 自从顾大主委 你这个砍杀吉先锋 你出任了金管会的主委之后 你高举着产经分离 而且你一上任了之后 永丰金控董事长被测款 而且还被收押求刑12年 小心哦 政经不分离 是比产经不分离更严重哦 万一顾大主委哪一天 在高举着这个大旗 我是替院长您担心了 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下 列雷件贷款案的结果 公股银行损失了125亿 高雄地检署的调查结果说什么 公务员依法行政 过程无不法 没有高层施压 显然 显然 你们为了新南向的ODA 你们把政经不分离 除罪化了 在立法院 民进党你们是多数党 你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本习其实呢 也没有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阻挡你们 但是本习在这里 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本习在这里要跟全国人民 宣告一下 乘坐ODA新南向的银行 是台湾银行 从今年起 我们将会有无数个一千亿 流向新南向国 而且 流向新南向国 都是没有实质保障的融资 我要请选民要小心了 如果你的银行是放在 你的存款是放在台湾银行的话 要小心 而且 我在这边 不是要让大家去挤兑哦 我只是要让大家小心 你们在台湾银行的存款 因为乘坐ODA一千亿的 新南向国的银行 叫做台湾银行 而且台湾银行 只承担三分之一的风险 三分之二的风险 也就是主记长说的 如果大院通过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编略预算 我要再告诉全民 就算是大院通过主记长 东几西几 这个所谓的政府预算 也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我们有同意我们的政府 要用一千亿去支援新南向国吗 如果没有的话 这就是总统一人交办的 总统一人交办 在场的大家 要为他担起这么多的 可能政策上的错误 这不是独裁 什么是独裁 顾道主委 政经不分离 很严重 我希望您 好好监督一千亿的预算 我也希望更要求院长 您答应我的 未来ODA的乘坐的所有事情 必须要比照国合会上网公告 这是我们最后的卑微的要求 谢谢 主席我用20秒钟 第一个刚刚高委员的指控 完全没有根据 其实是没有必要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公告 最好是因为都很谨慎 还在找第一个案子 所以不会有高委员所讲的这些事情 没有公告 立法院却通过了15亿的利息 你们真是荒唐 那个是准备做这个事情 但每一家商业银行 包括相关的单位 都很谨慎的在寻求商机 不会 我有讲到这里而已 好 谢谢 接着请洪慈雍委员咨询 请洪慈雍委员咨询 呃 院长一开始 呃 我想先跟您请教一下 呃 我们的新政府 其实上任已经一年九个多月了 是 那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 蔡英文總統他在2016年520上任的時候 他就職演說的一個主題是什麼 司法改革吧 年金改革等等 另外可能人權吧 軍中人權的保衛 好來 我想整個演說 我想蔡英文總統非常的擅長演說 他的稿一向都寫得非常好 他有非常好的文檔 那這個他的就職演說 我相信很多年輕人都聽得我想會非常的感動 那這個我想我們很認真的去看他的就職演說 因為我們對我們的新的總統很有期待 那這個他的主題呢 我想跟院長說明一下 其實整個主題呢 蔡總統他的一個主軸 他是放在 要為年輕人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 他的整個主軸他是放在這上面 當然剛剛院長你所說的司法改革等等的 他也是都有提到 但是我想 但是我想蔡英文總統之所以會當選 過去藍綠的版圖也就大概是這樣 那會支持民進黨的這個蔡英文總統 就是年輕人的支持 這在各個民調數字上面 其實我們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會流失這麼多的支持 我想院長自己心裡面有一些 自己有一些感受 為什麼會有今天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當然前些日子 蔡英文總統他也又說了 因為民進黨是一個進步的政黨 所以黨工的服務辦法 應該要優於勞基法 所以在這個休息日的這個 延長工時的加班費 你們不會做更改 那其實這兩天也有很多的一個討論 那當然我想 在這部分我們也肯定 民進黨是一個進步的政黨 願意善待自己的黨工 但是身為一個年輕人 我想在這個立法院裡面 113席我是第二年輕的 那我想在這個年輕人的角度來看 我就不禁想要問我們的院長 用年輕人的角度來看 您是我們台灣最高的行政首長 那院長你是不是不願意善待 我們全台灣的勞工 那以及你是不是覺得 我們台灣不是一個進步的國家 或者是我們不配當一個進步的國家 我本人也好 或是政府每一個人也好 當然都會善待勞工 也會關心年輕人的未來 院長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其實對於現在 在民進黨政府在一些政策上面 其實是有很多的一個不滿 我們也希望說 院長能夠盡全力的來彌補這一塊 當然今年蔡英文總統 也給行政團隊很多的任務 我們看了他在去年年終記者會的時候 他又講了一個 也讓我們年輕人也很有期待的話 那他給你們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院長你知道是什麼任務嗎 要改變低薪的問題 對好終於 今年他給我們行政團隊 最重要的一個任務 就是要改善年輕人低薪的問題 好那他提出了五個方法 那其中一個就是 這個基本工資的調整是不會停的 那上個禮拜其實也有委員有提到說 問這個院長說 這個最低工資法 這個部分到底有沒有一個期程 那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之前蔡英文總統說 這個起薪三萬是他的一個夢想 那我們這個最低工資法 到底是一個夢想 還是會實現的承諾 是跟洪委員報告 其實改變低薪 之前我在大院回應委員質詢的時候 我也有提到 其實最優先的還是要 要吸引投資發展經濟 當投資增加經濟發展 然後創造的工作機會增加之後 自然而然 那個我們的薪資就可以提高 那第二個呢 我們也必須要去了解 就是說年輕人之所以低薪 除了說他從事的行業列別有一些不同 有一些類別的確本身起薪就比較低 但是呢有時候跟自己比較 每一個人跟自己比較 那麼他年輕的時候 比較沒有經驗 學用有一些落差 他當然薪資會比較高 那所以呢我們目前呢 除了在積極的招商引資 創造投資 創造經濟的發展以外 我們也在極力解決學用落差的問題 就是要去解決年輕人低薪的這個狀況 那剛剛洪委員指教了說 要不要去調高這個基本工資 當然基本工資也是其中一個手段 但是呢他在我看來 他應該是水到渠成 當經濟發展基本工資 我們可以調高 你講這些我們也都可以理解 但是這個最低工資法這件事情 他是蔡英文總統在選舉的時候的 六大勞工政策之一 這是他的政見 這是他的政見 我今天問的不是說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提高薪資啊 我是要問說我們這個到底 蔡英文總統的政見到底會不會跳票 這件事情我為什麼要說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個我先不要看 我們知道 2016年的時候 郭泛育部長的時候 他在任的時候 我在衛環委員會 我也問過他好幾次 他說2016年底他會把他提出來 結果他走了 那去年林美豬部長 他說他盡可能在2018年把這個法案提出來 那他也不敢承諾 他覺得他也沒有把握在今年把他送到立法院裡面來 那最近又有行政院的高層說 今年可能沒有辦法 那我就不曉得我們現在新任的徐部長 我想三年兩年 兩年不到我們換了三個部長 那我剛剛為什麼沒有請部長上台 是因為我們已經不知道 我們勞動部的部長到底是 是不是沒多久之後又要換一個部長 所以院長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個比較明確的目標 這個洪委員 因為最低公司法這個是總統的政見 然後委會 勞動部一直都在研議 那不過我必須要說明 因為基本公司法也牽涉到台灣 總體經濟 除了攸關勞資的權益以外 那麼也牽動了台灣的總體經濟 所以我們在推動這個法令 特別是內容在研議的時候 也應該要謹慎 當然要謹慎 但是這個政見 從提出到現在好幾年的時間 那當時候要提出這樣的政見 本來就應該要有一個完整的思考 那以及整個一個想法都已經要非常完整 才會提出這樣的政見 然後已經上任將近兩年的時間 這樣的一個法還沒有辦法提出來 我想這個也是讓大家 我覺得有一點遺憾 好啦 那如果院長沒有辦法承諾 什麼時候會把這個法案提出來 我們也沒辦法我們往下走 那剛剛院長有講說改善低薪嘛 那當然這些就是要解決年輕人的困境 那其實每一任的總統 每一任的院長其實都有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方法也就那幾個嘛 不是要開源就是要截流 那其實開源的部分我想院長上任之後 很多的一些經濟促進的一些方案 也一直在推動當中 好 但是這一些東西我想不是那麼快就可以看到成果 也需要一些時間 那如果沒有辦法在這個開源上面 讓年輕人能夠立即看得到 那我們就要來想看看怎麼樣來減輕年輕人的負擔 怎麼樣來做一個截流 那我想要問 最主要截流部分我想年輕人大概有兩個方向 是很需要政府的一個協助的 包含了就是小孩子的這個教育問題 怎麼樣政府來幫忙帶小孩 那以及這個我們住的問題 所以我等一下要針對這兩個問題 來詢問一下院長 來 我先首先我先來問一下 在院長你的口頭報告裡面 有提到 在這個公共托育的部分 去年我記得我站在這裡的時候 我有問到說 未來是不是會發放育兒津貼 那院長那時候給我的一個回應是 沒有這個規劃 那前些日子 我們這個院長有提出一個 私幼公共化的一個政策 那我想要問一下院長 因為我們聽說是 9月就要開始實施 我不曉得有沒有這件事情 那如果有要實施這個規模 大概是多大 那有哪一些私幼他會加入 這個預算是多少 經費從哪裡來 是 感謝洪委員 目前那個幼兒教育 我們在改善幼兒教育的環境 目的是希望 讓年輕的家庭能夠減輕負擔 更容易養兒育泥 在這種目標之下 我們大概幾個方向會持續進行 就是第一個就是公共化 幼兒園的公共 公共幼兒園的推動 我們大概我們也編了81億 大概有1200多所的公立的幼兒園 我們會在全台灣持續推動 那另外呢 非營利幼兒園這個原先就已經在推動的政策 這很好這個會持續進行 那現在就是說在這兩個 我們基於這個實效 另外也基於這個建制的經費的考量 我們有在考慮 正在討論 讓私立的幼兒園經過特約之後 能夠加入公共化的行列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名字 叫準公共化 準公共 準公立幼兒園 或是公共化的幼兒園 那目前都還在討論 還沒有說什麼期程要來進 什麼時間點要來開始進行 因為目前也有收到 有一些是支持的意見 那也有一些是不同的意見 那我們行政院的希望 這樣一個重大政策一旦上路 不可能就在做調整 那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更周延的 研議之後也跟社會對話 那再來進行 好 來院長我會提出這個問題 也就是您在有這個想法出來之後 因為沒有具體的內容 所以我想社會上面 不管是專家學者民間團體 或甚至是我們一些民進黨 我聽說有一些民進黨的智庫 裡面的一些學者 可能也都不是這麼贊同這樣的一個政策 所以您剛剛說 要再詳細的去做一些討論 我覺得這是有必要的 因為我不曉得院長 你在這個媒體 或者是在網路上面 有沒有在看一些資訊 就是所謂的語情 這個部分其實最近 您提出這樣的一個想法之後 大家就會開始來檢討 因為這是你覺得說 把這個台南的經驗來施行到全國 那這個台南的經驗 到底有沒有成功 這件事情大家就會來看嘛 那其實台南的這個政策 七年花了三十億 但是在這個生育率的部分 還是六度最低 所以剛剛院長您說的 這樣私有公共化的一個想法 到底可不可行 那你只要怎麼樣推動 他才會真的協助到這些年輕的爸爸媽媽 我想這是很需要去好好評估的一件事情 然後因為現在的非營利幼兒園 其實在民間來說其實是得到滿多掌聲的 因為他從收費 那以及這個教學的品質 那以及這些教保人員的薪資 其實教育的單位 都比較能夠去掌控 那他也能夠 配合一些公開的一些資訊 但是未來 院長這個私幼公共化的一個想法 到底能不能 就是教育局能不能去做 去掌握好這一些狀況 我覺得這是 可能大家一個很大的一個疑問 那 這些私立的這些幼兒園 他能不能也把這些資訊公開 這是我想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院長這部分 我想 您剛剛所說的 我們公共化的這個1247班 我們現在正在全力的推動 那接下來 這推動完也才4成的公共化的比率 其實也還沒有很高 那現在2到5歲的入園率也只有6成 其實還有很多的空間 所以院長應該也不用擔心說 是不是開了一間公佑 或是一間非營利幼兒園 就會倒一間私佑 所以這件事情 我特別在這邊再提出來 那未來到底是要 非營利幼兒園加速的推動 還是要來推行院長這個 私佑公共化的這個想法 我想這個效益要好好的去評估 如果說我們在私佑 這邊我們要推公共化的效益 並不如非營利幼兒園 那我們為什麼不把所有的資源 把它更集中更快速的把它 用到這個非營利幼兒園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部分我想我特別提出來 給院長做一個參考 那接下來我想我要利用一點點時間 因為剛好部長也在台上 跟依法行政這樣的一個原則 那本於權責對於來自像監察院 來自於他們有爭議的這樣的一個 是有責任要去做釐清 那釐清這相關的 領選資格跟程序之後 才來完成這個聘任的程序 我想這個是教育部在面對這樣的一個 國立大學校長領選一致上的立場跟做法 那第二部分是跟委員來說明的 我想對於台大校長當選人管教授這邊 那麼因為來自監察院等相關的疑義裡面 有包含到是否有涉及到違反學術倫理 以及當時兼任這個台灣大的獨立董事 這樣的資訊公開跟相關的 或者領選委員是否擔任他的副董事長 有利益迴避等等還有兼職的程序 我想這一些確實是跟這個領選當中 非常重要的資格這個問題 是比較密切關係的 我想委員也了解在過去這兩年 台灣大學這個是大家很關注 尤其是台灣大學是台灣的學術龍頭 那麼台大校長更是引領台灣 在學術發展上非常重要的關鍵的領導者 所以在他自己的作業系則裡面 也特別去強調應該要去具備高尚品德跟學術成就 那麼從這樣的情況 但是過去兩年台大因為學輪的問題 還有幾個校務 其實是嚴重的影響到學校的學術形象跟聲望 當時我們大院的委員不分朝野 其實是非常痛定思痛要求教育部 嚴厲的應該要嚴查研辦學術倫理這樣的一個事項 那麼因此呢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教育部對於 目前這個管教則這個台大當選人 因為來自監察院跟社會的這一些爭議 所以會審慎的去做 這並不是說是刻意 因為有特定的人選的問題 那最後一部分我也跟委員來報告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歷程 那麼現在目前的整個進度 我幾個方面來跟委員說明一下 目前就相關的這些疑議 從學校或學校轉請 臨選委員會所提供的這些資訊 那麼教育部目前正在做 最後這一些審視跟處理的這個過程 那第二個是 因為學輪涉及到非常重要 尤其對臺大而言 臺大的校長而言 這個是大家應該也是臺灣 必須要去面對跟重視的 那麼所以教育部也在2月26號 有召開教育部的一個學術審議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會議 主要是說對於大家眾說分吟的這部分 是不是透過專業的來看 那目前在當時所形成的這樣的一個共識 是認為屬於這部分的論文 要回歸到由學校或學術同儕來做認定 那這個我想是一個讓過去大家說 一定要讓這個是不是學校 是不是不立案等等的這個爭議 應該要回來做一個認定 這個對臺大而言 對臺大校長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 那另外當然 臺大的這個有關臨選作業的細則裡面 他也讓臺大的校務會議 在整個臨選過程當中 具有推薦同意的這樣的一個權限 要三分之一的代表通過 他才能夠成為到臨選委員會的候選人 所以臺大校務會議基本上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是實質有這樣的一個參與的過程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前提 那麼在臺大的校務會議代表 目前也已經達到他的法定的這個連署的門檻 那麼要求臺大校方要召開臨時校務會議 針對相關的這些疑義來進行釐清 那麼我想教育部對於本瑜 尊重學校自治的這樣的一個原則 而且校務會議的代表在這上面也有提出 幾乎都是跟目前他們所關注的 臨選爭議上的一個疑點 所以因此教育部會在希望學校的緊述 依他學校的校規 因為臨時校務會議提案後 要在15天內要來召開 希望能夠緊述地來召開這個臨時校務會議 來告個段落讓臺大的這個校務運作 能夠穩健的後續的發展 以上跟委員說明 部長我想這個爭議也有一段時間了 那教育部身為主管機關 你們本來就有這個權責要去做好把關的工作 那現在你們要確保整個過程是合法的 那有一些狀況好像是希望用這種大學自主 來掩飾這違法的一個狀況 但我覺得這個立場基本上要一致 我想陽明大學爭議就是一件 跟臺大這個事件不一致的一個 外界的一個狀況 陽明大學可能就有一些人說 要教育部或是監察院來介入 那臺大你去關心又好像不行 所以這部分我想基本上立場一致 那教育部要做好把關的一個工作 那院長這邊我也希望說 其實這段時間 其實有部分的失利跟人 其實一直想要把這件事情操作成 可能是藍綠的一個政治的一個鬥爭的一個狀況 那我想這也是部分要來打擊政府的一個威信 所以我也希望說院長能夠在這個事件上面 要立挺教育部依法行政這部分 院長 是剛剛潘部長跟你報告了 基本上我們也可以聽出他背後的精神 就是依法行政公開處理 好來那部長可以先請回 來接下來剛剛我剛剛還是在關心就是 年輕人居住的問題 我們的社會住宅 來喔 蔡總統的這個期待是八年要二十萬戶 包含了新建跟包租代管的部分 那新建的部分總共在第二階段在一百一十三年 就是時間到的時候要完成的是十二萬戶 來部長你覺得現在的一個腳步來不來得及完成這樣的一個承諾 對社會住宅的推動不管是新建或者是包租代管 現在都非常順利的在進行 我們預估這樣子的一個目標是可以達成的 那以第一階段也就是前四年的部分來講 那我們規劃的內容現在都甚至還有超標 有超標 來我們看下一張喔 這是在過年之前媒體的報導 他是說以現在你們最新的統計喔 2020年之前大概會完工的是一萬多戶 到2023年會完工的大概是四萬多戶 然後再加上之前前朝的一個部分的話 加一家大概是四萬九千戶 就不到五萬戶這樣的一個進度 所以就以部長說你們現在進度良好的想法 應該是連那種有一點點想法在規劃當中的這個都全部把它算進去嗎對不對 住宅喔不是一般的商品 說我現在馬上做馬上有 住宅他要規劃 然後要興建 興建又一定要興建的時期 所以我們都是我們現在所講的社會住宅的興建目標 都是以整個推動的整個流程作為基礎 並不是說到最後房子全部蓋出來 這樣才叫做算是那個社會住宅的目標 我們跟內政部要的資料 以目前有想法就是有把規劃中跟興建動工的這些列出來 大概也四萬多戶 那也就是表示說你們從現在開始規劃到蓋完 我想這個時間非常的長 那我也會很擔心 因為其實社會住宅就是希望說能夠提供給社會上面一些年輕人或是一些弱勢能夠有一個安身之處 那我也會很擔心 如果我們時間要這麼久 會不會我現在是青年 我要等到我終年了 這個社會住宅才蓋好 那就對青年來講 對現在的青年來講 它的意義就變低了 所以這個我要提醒部長這個進度 一定要盡快的去推動 對就興建的部分 現在不管是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台中 都陸續都有陸續都已經慢慢的有蓋出來 甚至於都已經在抽籤 而且需求也非常的熱烈 那包住代管的部分 今年元月也已經各縣市都全部啟動了 那前一陣子在桃園 那蔡總統也有親自去看到一位 我們的老太太她是獨居的 那她本身也透過包住代管 很快的就住進去 那感覺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一方面把空餘屋趕快釋出 那另外一方面也趕快讓 可以需要用社會住宅的趕快進住 不過委員你剛才關心的一個項目是最重要的 其實社會住宅裡面 受益最大的應該就是年輕人 而且我們的目標也一直以這個做基礎 作為年輕人不管是成家立業的第一里路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他不只可以住 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他解除了他房貸的負擔 他不必面臨人生第一里路馬上要背房貸 所以這個政策方向對年輕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 部長就是因為對年輕人重要 所以我今天特別提出來 因為我不希望我們現在的年輕人等到中年 我們還住不到這樣的房子 所以這部分我希望說內政部真的要加快腳步 因為現在數量不足的問題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明顯 就以台中來講 你開放了之後去登記的 可能中的這個比率大概是10%左右 然後能夠抽中這個去真的可以住進去的這個比例大概是10%左右 就表示說有很多人是想要去租的 但是他沒有辦法 所以這數量不足的問題 在台灣我想沒有一段時間沒有辦法做得到 但是這個比率我們的這社會住宅佔的總住宅量的這個比例 我們真的還是比我們鄰近的這些日韓新加坡還要低上很多 低很多對 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說這個內政部真的要再想辦法 要提高這個比率 因為其實你這個20萬戶蓋完之後你的比例也沒有多高 所以這部分我想部長跟院長這部分要好好的加緊腳步 那當然租金比較高的問題 還有這個居住年限的問題 我想可能在這個在民間也是有一些聲音 所以這部分因為我時間有限 所以我想這部分希望說部長也要去聆聽一下 針對這個租金它是不是年輕人能夠負擔得起 那年限到底我們應該要提供給這些年輕人 到底這是一個家或者是一個過渡這些事情 我覺得我們政府應該把它思考清楚 現在看起來是一個過渡 但是我們希望這是年輕人他可以當成他真正的一個家 我跟委員再詳細說明一下 其實對青年人我們一方面提供他可以負擔得起的住宅 另外一方面對青年的創業清創基地 那我們現在在社會住宅的部分也把這個部分拿進來 所以對青年人的清創他也用比較低的住宅 那他可以得到這樣子的一個需求 還有就是對青年人 只要他有子女或者是甚至於結婚之後 我們現在都希望能夠利用這樣讓他優先進入社會住宅 然後另外租金的補貼的部分再進一步的強化 所以讓他更負擔得起 讓青年人更負擔得起 因為這是一種投資 這是一個很重要對青年的投資 所以我們一定會在這方面不管是速度上或者是內涵上 尤其是租金的負擔這個部分 會不斷的去強化 那現在當然社會住宅普遍一般的社會住宅 大概市價的八成 八成這樣是做得到 那但是我們在特殊的一些弱勢的部分 我們還可以再降最低都到六成 那這個對青年人而言 對需求弱勢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措施 那的確我們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現在 那人家韓國日本都到百分之五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都加緊腳步要努力來推動 謝謝部長 我等一下有一個問題 請您先回座 好 謝謝 來我再來問一個問題 是電動公車問題 因為其實這陣子也有一些委員 關心到這空屋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我想我每次諮詢都問了 那這個電動公車 環保署是希望說 趕快汰換這些公車 來解決這個移動的一個污染源 那我就要問 因為我在報告裡面有看到說 要把這一萬輛的公車 逐步全面更換為電動的 我要問一下 這個想法應該是 林園部長林環保署的想法 還是是誰的想法 那這一萬輛的整個騎乘 你們大概是幾年內要換多少 來那個騎乘大概是怎麼樣 跟同委員報告 這個是行政院的政策 我們希望在解決空屋的問題的時候 也能夠促進產業的發展 那這樣的話呢力道會更強 那預計一萬輛我們大概在2030年吧 2030年左右 我們希望能夠完成這樣的目標 總不可能是在2030年的時候 一萬輛整個換嗎 那當然不是 一定是逐步換 沒有錯 那我們現在這幾年來看 我們現在有沒有辦法換 那這幾年開始 我們會多少的數量來進行 目前其實經濟部 也在跟業界在談 簡單的講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樣一個公共政策 對台灣產業的提升是有幫助 我會問這個問題是喔 我們現在很多的電動公車都是中國 不管它的車身或是車體 都是中國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進了 那進了我當然很支持嘛 我們要支持我們台灣的產業 但是問題是你們提出這樣的支票嘛 要換一萬輛 那到底這騎乘我們有辦法做 這是我一個很大的疑問 你不能說我到後面的那兩三年 我才全部來換嘛 那你現在提出來就是你要逐步做嘛 那你現在每一年大概可以換到幾輛 請問一下 週朵 equi 期待 請問說 正好,謝謝 將會 lessons 報告宴會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進行質詢 現在休息 報告宴會現在繼續開會 請柯智恩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為三十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請來院長 請來院長 各位您早 院長早 我想自從你上任之後 三不五十幾乎是每個月的時間 不同的機構就會對你的施政滿意度 做出民調 那我當然知道院長會把它當作是一個參考值 但是你不管是請藍的或是請綠的 他們所得到民調的最大的公約數就是 其實呢你即使即時相救的 其實我們的蔡總統的這個民調的聲望 其實還是欲絕不振 反而讓你的滿意度呈現的死亡交叉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嘛 赖神到了我們台北來之後呢 就不太神了 那這個部分呢 大概就有幾個社會的一個爭議事件呢 我想我們值得來做一些討論 那我們首先就來談談 有關於台大校長的這個事件 那台大校長事件呢 剛剛有委員也特別問到了 他也提到的說卡管事件呢 會影響到政府的威信 院長你認為這件事情從年前拖到年後 是非對我們政府的威信有受到影響 你覺得教育部做的道理對不對 跟科委員報告 教育部沒有在卡管啊 政府也沒有在卡管 那教育部呢是依法 然後呢公正的處理 院長 依法 依法就要依大學法第九條 是 依法就是由大學的教育部裡面 就要依法來做聘任 我們的法並沒有賦予教育部 可以有否決權或是任何的裁量權 所以呢這個才叫做依法 那我要特別提出幾個很重要的一個爭議 教育部可以發函請台大做解釋 但是呢教育部要依法的話 我們就來看看它依什麼樣的法 我們來看看這些爭議 同樣是兩間頂尖的大學 陽明跟台大 我們先不管他們的爭議點到底在哪裡 我們光是來看一個有關於利益迴避 就這個問題 同樣的陽明大學的召集人張宏仁 跟他們的校長郭旭松 同樣兼任 新月生衣公司的董事 都是董事 而且林選委員不知道 所以呢 林選委會通過之後呢 其實呢也沒有重新召開 台大同樣重新發生這樣的事情 即使林選委員會告訴你的 完全沒有爭議 但是呢教育部呢 還是要卡到底 已經卡到民進黨的咽喉了 我現在要問一下院長 這已經不是部長層級了 因為次長 姚立德次長 從頭到尾都有參與 最後一次的討論當中呢 參與的七個小時 就我的理解呢 他針對每一件事情都要求提出解釋 七個小時 已經做出沒有意義的這個部分裡面了 但是呢到目前為止 還是繼續在卡 我要問院長 你可以不可以大膽地說 你有沒有下指導期 是或不是 我們不會下指導期 很好 院長 我也認為你不會 其實我必須要說 站在你旁邊的潘部長 潘部長你剛已經回答 洪委員的問題了 你的回應都沒有辦法 解決我的疑惑 我必須要說 部長讓我先說 先讓我先說 部長 我其實很同情你 院長 我們部長是一個文官出身 他也不是一個會搞亂所謂政治烽火的人 可是呢在執政黨在做事 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必須要看顏色 我必須要說 所以呢這件事情卡到這個部分裡面呢 他沒有靠山 擋不住壓力 院長 银武者不是你 當然也不是小银總統 是誰 有沒有聽過 大家人稱地下的教育部長 叫莊國榮 院長有沒有聽過這個人 沒有所謂的教育部長 地下教育部長 柯委員我跟你報告 其實部長的確很可憐 你說了沒有錯 今天如果沒有發現這些爭議的話 他實在不必成為建法 當然是 院長我告訴你 你不要那麼快就去否定這個部分 就本期的了解 在2月27號 其實呢就經過一些所謂的 程序已經報備完畢之後呢 教育部是有機會要來派令的 可是我們的這個莊大教授呢 聽到消息之後呢 就直衝教育部來向 而且 而且 他堅持所有的事件 要等台大的校務會議開完之後 才能夠做決定 院長 這是教育部很多人知道的 你顯然不知道 你是完全在狀況之外 所以呢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再好好的去查一下 不要那麼快下否定啊 你要不要好好的查一下 這部分是不是 不用 部長的部分我可以在委員會問他 我今天好不容易問到院長 我只告訴你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這已經不是部長的層級可以去了 教育會議的 林選委員會是由 校務會議代表 這不是任何人可以去指揮 也不應該去指揮 那我想在這樣的 林選委員會就可以做最後部分 校務會議 也不想利用校務會議來部分 校務會議的教授有人提出來 莊教授特別來呼應 所以要求你勢必要等到 校務會議完之後才可以做決定 我只請求 這個已經不是教育部的層級可以解決的 院長不要那麼快速你不要去查 好好的查清楚 否則我必須要說 你的神度可能一直會降低 謝謝 來我們再繼續來看看一個所謂的統一的標準 我們的要求也是一個統一的標準 部長你可以請回了 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的最近發生的任何一個事件 又是一個雙重標準的問題 部長我現在就好 同樣的我想二二八之後呢 我們整個台灣的社會呢 變得非常一個不平靜 我想對於雌湖的破七事件 我想院長你認為政府處理這件事情 處理得如何 破七的事情警方依法辦理啊 我想這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啊 不關社會的要求 是但是院長我還是提到啊 其實大家在看一件事情 就看到你處理事情的一個標準是否一致 當你在當這個台南市長的時候呢 對於八田與一這樣的一個事件的時候呢 其實你做出非常明快的決定 你馬上成立的專案小組 然後呢馬上就棄補道案 然後整件事件呢 你還非常有溫度的 寫的給了八田與一的後人 我覺得這處理是非常好的 但是同樣的 遇到了一個雌湖的破七事件 為什麼處理的狀況 顯然院長你在第一時間當中 你並沒有對這件事情做出 誠如你在當台南市長的時候的 一個態度的上的一個表現 那個客人哦 因為這兩個事情 政府處理的態度其實都一樣了 包括成立專案 包括把這個 當事人找到 就是不管是這個 我了解 而且當事人目前我看你還沒聽句題 但是院長你的態度很重要 在第一時間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必須要提醒你 你之前講了一句話我覺得很好啊 不是任何民意代表 任何破壞社會都不 行為都不是台灣社會所能夠接受的 我們應該要有是非 這句話講得很好 而且你在事件發生就立即在講 我們只是認為破七事件發生 又在發生在敏感的二二八事件 你如果能夠也展現這樣的溫度跟高度的話 勢必能夠讓很多社會的一些激化的部分 包括後來闖蔡總統父親的墓園 包括對蔡總統照片都是不盡的舉動 你的一些的話語 你一些態度的呈現 所以我們難怪就是要去問嘛 難道你對於八天雨衣的事件 你就讓要有是非 對於死活破七 難就是不需要有是非嗎 柯遠 我跟你說明 不管是同向的破壞 或是靈寢的破七 這個都為社會所不能夠接受 我也不贊成 那我們也希望這種事情以後不要再發生 我同意 那第一個時間呢 因為這是屬於那個 鄭文燦鄭市長他有公開說明 就好像我當時在當台南市長 在公開說明的時候 我沒有特別去要求當時的行政院長 或當時的總統要表達什麼樣的意見 也沒有 但是院長 民進黨全部的職者 你也很感受到這樣的一個社會的氛圍 我總認為你對一些隔園的溫度能夠展現到對這件事情的一個處理的態度 你會讓很多社會的計畫 我的建議 你會讓社會很多的計畫 會變得比較和緩 我瞭解 我瞭解這個柯文燦的用心良苦 不過我真的要讓你知道 因為當行政院長跟當市長也許還是有一些不同 像這樣的事情的話 當時我當台南市長 我就把他一肩扛起來 那在這個破季的事件上面 我們也看到鄭文燦市長他也一肩扛起 通常不會說要求總統或是要求行政院長再表示這個意見 但是你今天委員你質詢我 那我就坦白跟你報告 院長我還是認為 你還是要把當院市長的一個魄力放在你當院長的魄力上面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一看 這個所謂的能源的一個部分 昨天通過的核二的這個所謂的原能會的一個審查 那你特別提到你公開來特別提到 這是照一個正常程序來申請重啟 對不對 你今天好像不是用重啟這樣 不是重啟是再轉 因為他本來是大 本來是在運轉 因為要大修 所謂的就停下來 大修完畢他就要再轉 那我今天只是要去說嘛 其實核二的他的二號機 他在2016年的年底就已經修復完畢 而且他那個時候就已經通過的原能會的審查 可是我們整個2017年都已經升過審查了 2017年都沒有再動 請問為什麼這時候要提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再動的一個申請請問一下 因為這部分 為什麼是2017年太敏感嗎 2017年其實我們也有問題嗎 為什麼那個時候就已經 2016年就已經通過審查了 整個2017年都沒有再動 到2018年2月這個時候 再重新要申請 請問原因是什麼 那時候我們還是做好 就是再轉的一個準備把它做好 所以2017年沒有已經做好準備的 你都不動 那你2018年為什麼要再申請 為什麼 部長 這過程當中還是有在大修 對 大修沒有啊 你就擺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 所以呢 部長你怎麼去講 你就是 除非你已經提到了 核二機要再動好了 我用院長的話來說 真的是我們台灣今年的電影 達到葉克摩的階段了嗎 部長 沒有這個情況 那我 那個 各位我跟你報告 就是說目前台灣 台灣電力公司的發電量 供給還是大於需求 那只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儲備多一點 這個就是 專業的名詞就是被轉容量 被轉容量 那現在只有3.42嘛 所以昨天已經亮了橘黃燈了 所以我說 我說目前台灣的電力使用狀況 不能夠說用缺電來形容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穩定安全一點 院長我覺得你跟部長一樣 你們不管再要怎麼樣 做什麼樣的事情 不管民事在那邊 你們絕對不會講出缺電兩個字 那我好 那我想說 我們就來好好討論電力的問題 因為這電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為止很多再生能源的條例 已經分分上部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很多時候是鼓勵我們民眾 裝置太陽能板 持續推動陸域風機 還有離岸風機 好了 包括你現在所送進來的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當中 你也要求在民國114年 也就是6年之後 你的發電設備的裝置容量 也就是所謂的設備 要達到一定的量 沒錯吧 但是部長 設備的量夠 表示我們的發電就夠足嗎 我們來看一個數據 各位我們來看一個數據 2016跟2017比較起來 我們再生能源的裝置容量 就是我們的設備 將近成長了50萬千瓦的裝置容量 但是我們實際最重要的發電數 2017卻比2016年少了4億度 院長你知道4億度多少嗎 它可以供應10萬個家庭的用電量 這表示什麼 你的數據表示我們設備提升了 但是你的發電量便沒有提升 這就好像是一個大電鍋 你電鍋買的很大 但是你不見得煮出來米會很多啊 因為你的米 煮出來飯不會很多啊 因為這個裝置容量的話 你還要靠很多老天爺幫忙 你的電 你的太陽 你的水 對不對 那沒有的話我只是要說 你們卻把裝置容量的推廣總量入法 欸你有沒有搞錯方向啊 部長 委員報告一下 這關鍵就是委員提出來 這個牽涉到它的容量因素 那這個容量因素呢 譬如說跟太陽的光 對啦 還有跟風力 部長我很清楚 所以我現在在告訴你 你搞錯方向 你把這個所謂的裝備的這個推廣量入法 你還不如把2025年所謂的再生能源要提升到20% 這麼明確的事情把它入法還比較能夠說服人 所以我們到最後就是在談的 我們就是所謂再生能源20% 是談發電 你就把它入法 你就把它入法 你幹嘛弄這個所謂的設備總量 為什麼我要特別提出來 因為你常常搞錯方向 所以呢我們目前為止 整個再生能源的投資吸引力 年年的倒退 我必須要提出來 全球四大會計公司的EY就是安永 它提出來的我們的投資吸引力 2014到2015我們都還排在全球23名喔 2011又已經退到29名喔 去年的最新排行當中 沒有啊 40名都排不上 所以你就會顯示出來 我們越努力 投資的吸引力就越低 那我已經說過了 我也辦了很多公聽會呢 很多歐洲的商會已經提醒了 你要吸引外資院長 穩定法律架構很重要的 對不對 可是我們經濟部在這一塊 其實琢磨真的有很多的缺失 不用說太多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我舉一個例子 我舉一個例子 離岸封殿 你必須要訂立很多參選標準等等之類的 但是呢 這一份的法令喔 沒有依據行政程序法進行預告 也沒有依據我們的規準標 這個中央法規標準法 你也沒有送來立法院來做備查 你就馬上就給他這樣子公告了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趙元的這個經費耶 部長你知道嗎 就一直在垂形的關心的就是希望呢 在這些整個司法性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都有按照這個法 你沒有啦 不然你就來是不是要告訴我依法程序 你要不要把這一份送到我們這邊來 依法來送到我們立法院來 要不要 這個早前我跟委員再說明一下 早個時間我到委員辦公室 你不用這個公開政策 我只是要求院長 我只是要求 大家認為台灣的投資環境要好 法一定要很明確 目前為止我們是有很多的法師 非常的不清楚了 所以呢我只要求 部長我只要求 你不要歸併行政命令 該走的法律途徑 依法就是要該如何做 就送到立法院來 這樣可以做到吧 這部分我們來看看委員在垂形關心的什麼 我們細節談好 院長 這沒有問題 剛剛委員指教也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我本來就是依法行政嘛 對啊 那我就告訴你 經濟部他在投過的這個法律的這個部分 我到時候就來好好來監督審核這個 我還是談到 兆元的投資經費是大家非常的關切的 好不好 所以呢院長你這承諾就要做到 來接下來謝謝 我們來看一下 院長一上台之後呢 你就一次說要解決我們台灣很多的低薪的問題嘛 所以你辦了非常多的會議嘛 也包括解決五缺的問題等等之類的 所以我想問一下 院長你知道我們今年的民間投資的部分 你預估今年可以有多少的成長率嗎 大概這部分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對 是 在這部分來說的話呢 我們現在都定期來做這個所謂的 我們投資業務出席匯總這些所謂的投資期 好啦 那部長你回答一下呢 總局處他所公布的預測度是多少 目前大概我們都會維持在10%的成長 我跟妳說啦 根據這個主計總處最新的預測呢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投資大概是3.62了 但是呢我告訴你 有信心是好事 我還是要提醒喔 你2016年的時候呢 你預測2017年的民間的成長率 可以達到2%嘛 對不對 2% 但是呢我們去年公告的是多少 答案是-0.89 這大概是我們近五年來民間投資 第一次出現所謂的負成長 這是一個警訊欸 這個部分我們會把這個問題找出來 看是整個行政程序造成的還是什麼 當然每個人現在就是在幫你找問題啊 我們有一個孩子投資障礙消息 部長我們現在就是在幫你找問題 我還要告訴你 不僅呈現負成長 包括橋外的投資也衰退了三成 所以呢你每次都說要拼經濟 我也知道歷屆的隔魁都要拼經濟 只是我們在比 你拼經濟的策略跟手段 到底誰會做的比較好 我只是反映在民間投資 因為院長特別提到了嘛 我們要增強民間的投資 你才有辦法解決我們現在很多的低薪的問題 但是呢你看我們目前為止 還沒有解決這個民間投資的問題的時候 另外一個數據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好 我們先說一下這個 31條的會台的政策措施嘛 那我也知道這有一大半都是在馬政府時代 其實這已經是舊的 但是呢我們不可否認 我想請問一下院長 你認為這個新舊病程的這個31項的這個會台措施 你認為是正向 對台灣的發展是正向還是負向 還言之過早 不過我之前在立法院已經有公開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如果是屬於經濟發展的自然的因素 那當然我們台商要去投資 我想這比較沒有問題 如果是基因的發展 基於這個政治的誘因 那他們就要有另外謹慎的考慮 所以我們目前為止 因為照陸委會的一個說法 他顯然認為他是要吸收台灣的一些的社會的資源 來達到他發展的一個目標 所以聽起來是比較是一個負向的 那我想請問院長 面對這樣的一個部分呢 我們還是要應對 雖然你說要請這個副院長提出了一個報告 整個專案來做研究 可是從228到現在也過了這麼久的時間 我是想請問院長一下 如果他你會不會禁止台資參與大陸的基礎建設 三個問題 你會不會禁止台灣的科研機構 跟大陸的高等的機構來做一個發展計畫 還有呢 你會不會禁止 國人申請大陸的科研計畫的基金 院長你對這幾件事情的態度是怎麼樣 會不會禁止 這一部分呢 我先請陸委會跟您報告一下 柯委員長 有關於禁止台資參與中國大陸的基礎設施 這個就是在我們的禁止類裡面 這個禁止類包括了 所以這個是禁止的 好 那下面那兩項呢 有關科研機構跟高等學校參與 國家發展計畫呢 如果我們有一些的機關 或我們一些的老師 他會不會去參與完之後呢 我們陸會採取比較強硬的禁止的措施 跟委員報告 在過去教育部假如接受到大學 會到教育部有關於大學裡面的老師 或者是研究人員 他們要申請中國大陸的國家發展計畫 或者是自然科學跟社會科學的基金 他一定都會會到相關的部會 我知道一些比較敏感的科技人才的確是這樣子 但是呢 三十一項當中你一一來做解釋 我們其實比較所關切是整個行政院 你雖然提出來的非常以洛委會而言 他目前認為都是定調在於是會吸納我們很多的部分 所以是比較負向的一個傾向 所以我們就徹底在這家了解 會不會是你對於他們這三十一項會談的措施 會變成是借金用忍2.08 因為我們常常就需要做思維上這個管制 顯然從剛剛到現在 從這個陸委會的回應當中 顯然是比較是採取一些比較敏感的部分 採取禁止的方式 對不對 所以我才說會不會是借金用忍2.08 對於我們所寄出的這一項這個策略的話 你們要怎麼樣來做因應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主委員我來就產業的部分 我來做一個跟委員說明一下 以產業來說的話 他現在有提了一個歡迎我們的企業 去參與他的中國大陸 2.2025的一個中國製造的計畫 那這個部分呢 他就要求我們的技術人才 我們的製裁權要落地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會來提醒我們的產業界 對啦你會提醒 然後你會告知大家 為了自己的安全 很多種種的一個因素 好啦部長我知道 我現在只是這個大一個策略啦 我們不要是說 我們要留住我們的年輕人 但是呢這年輕人每個人也都是天然毒 但是當台灣產業 當台灣的經濟 沒有辦法看出一個前途外來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人 其實政治理想不同 他還是往對岸 所以我覺得我們 真的要提出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方式 否則我們最主要是我們很關切很多的人才的 失血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我們現在看看 其實有兩個統計數字 我想院長應該要知道 從2005到2016年這十年當中呢 我們台灣海外就業的人口 從34萬變成72萬 然後到中國大陸去的呢 大概已經高達55.8 大概是五成六左右 而且我們國家實踐研究院 也針對博士 這是我們所謂的高階人才 未滿35歲的人呢 他們全部前面兩名 就是美國跟中國大陸 所以我就想說呢 我們不能只是被動的覺得 他們把我們吸過去了 然後我們就被動去接招 包括陸委會提出很多的部分 然後你提出很多的限制令等等之類的 難道我們不能轉換一些的思維嗎 我覺得這個目前面臨這個狀況是一種思維 我們非常討厭所謂的軍機繞台 你有沒有考慮過要讓人民幣來台啊 這也是一種不同的一個思維耶 這個部分大家可不可以討論一下 還有呢你看看 另外一個數據 2017年我們大陸到我們台灣來 大概金額是2億6 但是我們跑到大陸去投資是87億耶 兩者之間差了將近33.6倍耶 而且這個部分裡面真的太太失衡了 當然你可以把它解讀成 就是應該不要太靠近 否則我們會有國安危機 可是從另外一個面上來解釋 它是第二經濟大體 然後呢我們其實 它對我們的投資不到0.1 如果以國安的角度來去看 0.1難得會造成很大的國安問題吧 我想請院長解釋一下 它的國安問題是來自於它要併吞台灣嘛 是 包括它的飛彈附屬了一千多枚 同意 對 絕對要僅限以對 然後它也不斷地在國際社會上封鎖台灣的 那經濟呢 院長經濟呢 0.1的投資率 你覺得會造成一些國安上的一個問題嗎 不是 但現在我們談的會談的是說 台灣要不要到中國 繼續再到中國大陸去 你可以做出提醒跟呼籲嗎 我們並不是在討論說它的資金要不要來台灣 我了解 院長 我覺得這個會談 這是整個經濟影響的這個部分 我只是說 我們永遠是被動的在做一些接招 或在做一些提醒等等之類的 那當你面對這麼大一個經濟體的時候呢 我們不能把思維永遠只放在這樣的一個防堵 是否有一個更開放更安全的方式可以造成彼此 為什麼 因為你看我們今年的投資只有75億 然後呢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100多億 但是目前還是有落差的喔 我只是想解決在這樣一個落差的狀況之下 又面對對岸這麼強勢的一個 不管是經濟上面的公式 我們勢必 我們勢必 不能只是信心喊話叫做我們要有信心 我們是否要改變一些的思維 這或許也是一種方式 只是提供院長在這個思維上面 可不要固守過去的方法 來做一個更多元上面的一種討論 中國對台政策啊 手段是很靈活啦 但是我們也希望我們國人 包括部分朝野 包括我們國人 其實通通都要去了解到一點 中國對台灣的政策的最終就是併吞台灣 其他所有的程序啊 都是屬於他戰略或是戰術的手段而已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它是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台灣的經濟發展 有很多地方還需要跟中國這邊合作 這個我們也很清楚 但是呢怎麼樣去穩固台灣本身 這個生存的條件不至於遭到影響 這個就是我們大家共同要努力的 所以我就要說嘛 在這個國安的原則前提之下面 能夠活絡彼此自己的經濟 需要有新的一個思維 謝謝兩位來 最後我要問一下 我最後要問一下有關於我們 我長期關切 有關於角政署的介護人力的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部分來說呢 我想這個邱部長應該要上台了 最後呢有關於介護人力 這是有關於角作署的介護人力 介護人力 院長你知道上一次的這個介護人力 他那個時候所調薪的部分裡面 有關於危險夾擊嘛 對不對 一般來說警校都有危險夾擊 但是呢我們這些所謂監護所的介護人 是用專業夾擊 然後這筆專業夾擊 最後一次調整是在什麼時候 院長你知道嗎 我請邱部長跟你說 沒有啦我告訴你最後一次很簡單 那這個歷史考題啦 最後一次的夾擊是 前法務部長叫做馬英九的時候 你就知道有多久了啦 前法務部長馬英九的時候 那時候用危險專業夾擊三千塊 可是呢我們都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一路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介護人力其實非常的危險的 有非常多的狀況之下面 你看看104年整個攻擊的事件 104年是53 105年是57 到了106年增加到70 雖然不是很每一次都會發生 它不像警消這樣子 常常去發生 可是他們的嚴重程度呢 其實不比這個警察 消防隊員來的低很多 而且最嚴重就是我們在104 發生的高雄監獄的 甲池的這樣的一個事件 所以呢我個人認為說 對於這一些雖然人數不多 而且他們認為他們已經 上了這個平台去簽署了 簽署了這樣子的一個 附属的一個條約的部分裡面 我還是還要強調 是否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能夠請院長對這一群 所謂矯正署 八千多人的介護人力 在每個人享受所謂的危險 夾擊有八千多塊的原則之下 能夠也給予他們一些 更多的一個福利 那柯委員 因為這件事情 邱部長已經有向行政院提出專案 我請他來跟你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的關心 我們首先要特別感謝 院長跟人事總處 他已經給我們矯正署 在今年跟明年 有400人 這樣人力的一個增加 那當然這樣還是不夠的 因為如果要達到 1比大概8到10之間 可能還有 人力很重要 但是院長 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你剛剛提到 你的人力增加 人家不會來了 因為你太危險 然後薪水又很低 然後你的那個什麼 加時工廠又非常的長 我們也有提供一個專案的報告 那現在院長有指示 請人事總處 跟主席總治 來針對我們提的報告 來做 院長釋出善意 問題是人 人數總處如果做不給予 這樣的薪資上面 可以做一些調整的話 講了一些白講 那你如果是真的 表示是善意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多少錢 大概什麼時間 可以做到這樣的部分 利用這個時間 在院長這個見證之下 可以讓我們了解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上次在院長的專案報告裡面 其實院長也有注意到這個事情 那我想我們總處會 自己來演繹 我想我們可能 會在專業加急的這個爭執上 會在這一方面 再做一個適當的一個調整 那我們只要法務部報來這個案子 我想我們會盡速來處理這個案子 也會跟主席總處來談說 到底在我們的財政範圍 允許範圍裡面 我們來 來來來來 積極來處理這個事情 我想矯正能力確實在工作 工作的一個時間跟這個 有一定的這個 條件上並不是像外面 做辦公室那樣一個方式 我想我們這方面 我們會特別來考慮 我必須要特別提到就是說 雖然你剛剛院長那個部長 也特別提到 你增加了很多的人力 但是你要是工作條件不佳 你增加的人力 也沒人要來 即使有來的流動率也非常的高 所以你剛剛說 在我們行政財政的範圍之下面 你願意做這樣的一個努力 但是我想我還是非常的明確 希望 因為到時候你告訴我說 因為我們財政不佳 什麼都是泡湯 那這樣你也回應了問題 可是你事情也沒有做到 我想這個部長 有上次在專案報告裡面 其實院長有特別說 所以你現在可以告訴我 一個明確的時間嗎 可以告訴我一個明確的時間嗎 部裡面還沒有真正 把這個案子 報到我們這個院裡面來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跟部裡面 來做繼續做一些討論 好 所以我想請部長 還是務必在這個地方 要持續的能夠關注 本席也會在這個 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當中 持續的關切這樣的問題 我想院長已經很了解 這個大家的所謂 很辛苦 但是能夠希望你透過一些的 佳計給他們一個 非常實質上面的一個鼓勵 我想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佳計 我想院長希望能夠做到這個承諾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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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請油美女委員質詢 我們的主席副院長以及我們所有的 同仁及媒體朋友們 副院長 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賴院長 請賴院長 請賴院長 劉委員你好 賴院長好 辛苦了 今年呢 是二二八事件七十一周年 也是我們解嚴之後的三十一年 那院長呢 在這個二二八今年的 中樞紀念儀式的時候 那曾經呢 做了三件 承諾三件事情 第一個呢 就是要促轉會的名單 會儘速送到立法院 讓立法院行使同一權 第二個呢 會全力支持二二八基金會 跟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經費 第三個 會追求真相 那不讓漢市再度發生 那同時呢 我們的總統也在當天 也提到也做了承諾 就是我們的期許很簡單 這個總統的期許很簡單 台灣版的轉型正義真相調查 必須要達到國際的標準 所以呢 我想轉型正義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我們在去年十二月通過了 那現在的全民呢 大家都在期待 我們的促進轉型正義 是不是能夠開始啟動 那當然要轉動 這個所謂的轉型正義 當天下著大雨 當然有人說 這是用眼淚來洗定這些的悲情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可以說 轉型正義的這條路 真的是相當的險阻艱難 那在面對這樣的已經 已經這個解嚴三十一年 那很多的檔案資料 可能要去追查都非常的困難 所以呢 在這促進轉型正義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真相的調查 真相調查非常重要的 就是政治檔案 所以請問院長 政治檔案法 什麼時候可以送到立法院來 政治檔案法呢 國華會呢 已經有抱怨審查 那我們會在最短的時間內 送到立法院 所以這個會議會送進來吧 那這部分我可以請陳主委來跟你說 好我想我時間的關係 我們希望說這個會議能夠送進來 我跟幼兒園報告 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在之前已經都跟跨部會 而且也跟民間都已經討論過了 所以大家對這個爭議已經不是那麼的大 那所以我們在2月27號已經抱怨審查了 所以這個會議也列為優先法案了 OK 好非常謝謝 那另外一點呢 我想要讓這個轉型正義能夠做得好 也能夠符合國際的水準 那個主旗試者非常重要 所以呢 促進這個轉型正義的委員會的委員 以及他的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他到底是由什麼樣的人來擔任 怎麼樣的領選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呢 當然我們知道說要讓這個轉型正義能夠做得好 我們看到說符合國際的水準 像阿根廷他們的這個轉型的正義呢 他們組成的這些的這個委員會呢 他們能夠去做一個非常深入的調查 甚至呢他們去做了一份的這個報告呢 他們遞交給總統的這個報告 而且像司法部門的遞交了一份超過1000份的這個檔案 那成為民主政府對加害者提出司法 追溯的非常有利的一個證據 那我們再來看看南韓 南韓他們這個在民主化之後呢 他們成立了十多個調查的單位 那釐清過去對這些人權的一個侵害的事件 那透過呢全國 這個上萬人的這個訪查聽證 然後呢讓這些的也調閱了三萬多份的檔案 那舉辦了各種的聽證會 那釐清了歷史的真相 那並且呢主導全國十三處的 這個所謂的集體墳場的開挖 裡面發現說原來這個軍政府 所聲稱的是武裝遊籍分子 根本就是手無寸鐵的平民 甚至裡面還有一些小朋友的玩具等等 所以這些事實的揭露真相的揭露 才能夠讓大家去面對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不希望這些事情再發生 所以呢南韓我們才能夠看到說 南韓甚至在教科書裡面的內容 也都開始做改變 那甚至他們的電影 我想大家都看過這個一個 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 或是最近的黎明到來的那一天 那當然事實上我們對於這個 所謂的228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等等 即使在民間也有很多的這些的文獻 但是對於這些的真相的調查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這些的委員 他們到底要怎麼樣做 因為只有兩年的時間要去做出 一份符合國際水準的標準的 這樣的一個調查報告 所以呢在這個領選上面 當然我們要提醒院長的 我們不能夠再像上一次司法院長 在去年的這個夏天的時候 前年夏天的時候 我們在提名司法院長副院長的時候 就發現了這個司法院 這個被提名人呢 他有著所謂的過去威權的這些履歷 那造成社會非常大的轟動 最後當然他這個這個撤銷提名 那我們希望說 在這一次轉型正義的這個委員會裡面 不管是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或是所有的這些委員 都要是非常的在這方面 他有過 有這些不管是在政治 這個歷史 或是這個法律 社會等等人權各方面 都是學有專精 而且沒有過去威權履歷 那這個部分院長您的看法呢 是 有委員的指教非常好 那當天不僅總統 還有我本人也親自出席 那我第三點的承諾呢 就是表示說 那我們會全力支持 也會充分授權 這個轉型正義 促轉會的這個職權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人員就非常重要 那我在這裡可以跟有委員 承諾的就是 這個委員一定是社會公正的人士 同時呢 不僅有專業 而且有歷史 還有歷史的這個 的這個體驗 就是對歷史也充分了解 有那種使命感 另外呢也有能力 在短短的兩年之內 能夠把社會期待的事情 能夠做一個處理這樣 好 那另外一點呢 就是我們最近有所看到的 航空母艦 我們小院長知不知道 是 航空母艦當然不是指說 在海上航行的航空母艦 而是在我們教育部 所編的國語詞典 跟成語典裡面寫到說 航空母艦一詞的解釋說 形容女人的身軀龐大 譬如她的身材真相 航空母艦 院長你覺得這樣的 在我們國家的 國語詞典跟成語典 出現這樣的文字 你覺得有沒有性別歧視 是不是我來跟委員報告 謝謝委員對這個關心 那教育部的這個國語詞典 其實是在89年以前 那累積了歷來的 你先跟我講說 這有沒有性別歧視 有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 確實在目前我們看 尤其最近大家所關注的 這個航空母艦這個詞 用來描述 這個絕對是非常不適切 不只是航空母艦 現在還有所謂的洗衣板 這些全部都在你們詞典裡面 跟委員報告 這個因為在當時 他們收錄的時候 是依照當時的時空背景 但是這個與時寂靜 要去做檢討 這是教育部應該去做 那也跟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會謹述的 像這個詞已經做了一個修正 那另外也會在未來兩週 全面的去做這個檢視 當然也很歡迎民眾 因為每天有五萬人去查閱 這些使用這個詞典 如果有這樣的一些疑義 應該讓教育部儘快知道 我們透過審議的程序 把它做到最適切的 這樣的一個處理 我想性本教育 是教育部最重要的 對不對 那這些的非常明顯的 這有所謂的性別歧視的 這些的字眼 公然把它編入在這個詞典裡面 我們知道說 我們從小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查詞典 然後詞典呢 它是代表國家的一個 所謂的最確定最正確的東西 政治正確的東西 所有的考試都是要 依照這個詞典的答案去寫 所以呢 從小就灌輸這種 所謂性別歧視的東西在裡面 我想難怪我們婦女團體 一直在這性別平等的 這一塊努力 然後呢走一步退兩步 就是因為有這些東西在那裡 所以你們是不是能夠儘快 不能夠等到三個月 是不是能夠儘快的去前面檢視 這些具有性別意識的 所有的這些的文字下架 或是加以註解 就像說以前我們把這強姦兩個字 後來在刑法修正的時候 我們認為強姦 它其實三女為姦 事實上是一種歧視的字眼 現在全部都把它改成性侵害 所以是不是你們能夠全面的 用性別的觀點去做全面的檢視 這些有性別意涵的所有的這些 全部下架可不可以 是 跟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也往這個方向在做 所以對於這些已經在時空 各方面不適宜的這些詞 應該要明確的做下架 或做更適切的一個說明 不要讓他們誤用了 這個是我自己也親自上去看這樣的詞 確實它有多餘 而且也不合現在時宜的敘述 好 謝謝 我們希望能夠儘快的把這個刪除掉 謝謝委員 好 那下一個呢 我們想請教這個院長的 就是我們知道說 現在呢 我們這個通過了幾個公約 其中最近通過的就是身心障礙者 這個人權權力公約 那前一陣子的也邀請了 國外的專家學者到台灣來 那他們呢也提出了 我們的現在精神衛生法裡面的 搶制住院 它本身是違背 所謂的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的 那可能大家會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搶制住院會是違反人權公約 因為搶制住院呢 它是當有自傷或是傷人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我們應該把他立快的隔離 然後立快的去送到醫院去治療 那他為什麼會是所謂的違反人權公約呢 那我相信院長應該也聽過 副科這位這個霸果的一個當代的 哲學家跟社會學家 那他曾經在他的著作《巔峰跟文明》裡面 就提到說 在當時發生麻蜂病 所以就把所有的麻蜂病 把他放在船上 然後把他放逐到海上去 讓他去漂流 所以呢這一個呢 他把他稱作是漁人船 因為理性的社會不能夠容許 這些骯髒 這些不理性瘋癲的人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所以同樣的這樣的 這一艘的所謂的 在海上漂泊百年的漁人船 瘋人船 今天是不是已經靠岸了 所以呢我們的搶制住院 其實有某一個程度 其實就是對於這些的精神病患 把他隔離 所以呢在這一次 所謂的身性障礙者權利公約裡面 所提到的一個非常重要一個點 只有障礙的社會 沒有障礙的人 不管他的心理上或是生理上 所以呢任何一個在生理上 或是心理上或精神上 有受到有瑕疵的這些的人 是社會應該給他個別的協助 讓他能夠去行使他的權利 讓他能夠去護歸這個社會 而不是製造一個 所謂的有障礙的社會 讓這些人 他的人權被剝奪 讓他的行為沒有行為能力 所以在這裡就牽涉到的 所謂的權利跟福利的問題 當以前我們對於 所有這些的弱勢者 不管是身心障礙者 或是精神障礙者 我們認為說他是一個弱勢者 所以我們從保護的觀點去協助他 但是今天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 他們是跟我們一樣的人 所以呢只有障礙的社會 沒有障礙的人 因此需要提供更多的資源來給他們 那這是整個一個所謂的聯合國的公約 裡面所走的方向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會覺得說 那社會怎麼辦 那是不是把這些人不能夠搶制住院 就把他送回家裡去嗎 那最近呢我們也看到 桃園地院一個判決 就是停止搶制住院 所以引起社會一片的罵聲 那當然這裡就牽涉到的 我們整個一個政策的思維 如果我們繼續往的只是保護福利 那福利就是 當我有資源的時候我就給你 這是一種favor 當我是一個基本人權的時候 我就有權力去要求把國家資源釋放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兩個不同的取向 所以在這一次我去英國拜訪的時候 國會交流的時候去請教他們 當然他們提到說 身性障礙者人權公約是在2006年才通過的 那現在世界各國 大家也都很頭痛 怎麼樣能夠釋出這麼多的資源 但是他們提到一點 只要方向對了 即使花十年的時間 才能夠到達我們所要的理想 但是值得 可是當方向錯了 我們可能花了更多的錢 但是能攬在那裡徘徊 所以院長在這部分 我們是不是能夠釋出更多的資源 往這個所謂的權力的方向去努力 其實台灣一直都往這個方向在精進 因為台灣是以人權立國 有沒有這個公約 其實台灣社會其實大家都非常支持 應該對任何一個人 包括是身心障礙者 都應該給予必要的照顧 好 那另外一點呢 也就是我們知道說 這次現在呢 各種的這個災害 越來越頻繁 所以呢 它其實已經是變成一種多層次的一個 就是說這種災害已經是 綜合性的各種災害 那我們也看到說 院長針對這次花蓮 上一次的台南 那非常的及時的協助 然後也提出了一些的政策 但是我們看到呢 我們所有的這些的政策 都偏向在這些所謂的危老建物的 這些的這些補強 那重建 但是呢 我們也看到說 現在呢 各種的這個災難呢 它其實是越來越嚴重 而且可能它都會超出我們能夠救援 的一個 因為像現在好 所有的這些的災難 我們還有辦法去援救 可是當它是一個更大的一個災難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所以這裡所謂的多層次的一個防災的 這樣的一個整備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這裡呢 我們像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除了我們這些房子的這些的 平估然後整建加強 然後呢這個重建以外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在斷層帶上 你就不能夠再建 所以在這裡呢 必須要除了說建築的這個法規的規定之外 其實應該把它拉到更高的成位 從整個國土規劃 哪些是屬於地質脆弱的地方 哪些是屬於斷層帶 那些的地方就不應該再去建築 它這些人應該怎麼樣的疏散 怎麼樣去配備 然後呢從國土的 我們有這些國土計畫 有都市計畫 然後呢再有建築的計畫等等 其實它應該是一個多層次的 這樣的一個思考 而不會只是在最下面的 好我們只是把資源放下去 就是說大家趕快去重建整建 對不對 但是它如果是在這個危險地帶上的話 它即使在這個地震系數再怎麼樣高 可能都還是很危險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這整個政策上 能夠多層次的一個思考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接著請王榮張委員質詢 謝謝 好謝謝主席 主席麻煩幫我請來院長 謝謝 王榮張委員 王榮張委員 賴院長 好 辛苦喔 哪裡 我想 我 跟院長說明 我從 我在1988年 開始進入身心障礙 福利服務 跟權益維護的領域裡面工作 那到今年剛好 大概30年的時間 在30年前的時候 我們其實這個 石油爾文 在社會上面的一些悲劇發生 那有 父母親 然後 甚至於兄弟姐妹 然後親手殺死他 身心障礙的手足 因為很多的就是原因跟理由 那30年後的就是說今天 這樣子的 不幸事件 也 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的 的話 也十有所聞 那然後 不斷的就是說做出現 那當然就是說 它的原因不同 30年前的話 是缺乏服務 沒有服務 以至於家人 不堪照顧的負荷 那現在的就是說 情況裡面 其實 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 殺死的子女 身心障礙者 都是 主要都是幼年的 那現在的情況裡面的話 其實父母親天老 然後身心障礙的子女 就是說長大 然後家庭長期負擔 這樣子的問題之後的話 也不堪它的相關的照顧 我們下一張 那在這裡面的話 過去沒有資源 然後在補助的這個部分不夠 對於弱勢的這個部分 那現在的情況裡面的話 有相關的就是說 資源 以最近發生的 新竹事件 家庭欺口的智能障礙者 他們事實上得到 每個月有7萬多塊錢 的低收入補助 但是 我今天不想 不是來跟院長 還有就是說 我們相關的官員 討論個案的問題 但是現在的情況裡面 除了現金之外的話 專業服務的介入是重要的 下一張 對於身心障礙者的 保護在國家的 就是說責任的這個部分 的話我們憲法明明規定 就是說政府的相關責任 這裡面包括重要的 生活維護跟救助 這是在我們憲法徵修條文裡面 入憲的一個情況 我們看下一張 那在照顧的這個部分 我們從生存法 從老福法 一直到長照1.0 長照2.0的這個部分 有相關的演變 那在生意障礙的這個部分 限制是非營利 那然後主要的經費 目前的情況是地方 在編列預算 那老人福利機構的這個部分 有條件的開放營利 那經費的這個部分 是中央對地方 採用計劃性的補助 這上面是不同的 那到長照2.0裡面的的話 我們擴大 把49歲以下的 身影障礙者納入 我們下一張 然後現在的情況裡面 以最近一次的身影障礙者 生活狀況調查 有56.4%的身影障礙者 需要生活照顧 那在這裡面的話 就是說有44.1%的主要的 照顧者是 也就是說家人 我想請問就是說院長 我們長照2.0的開辦 是不是提升了身影障礙者 照顧的能量 那是不是減輕了我們家庭 照顧者的負擔 那更重要的就是說 視能的身影障礙者的生活品質 有沒有改善 院長 您能不能夠就是說 就您的了解跟感受 能夠說明 我們的長照一直呈掉 就是說老人啊 但是事實上也包含身影障礙者 就身影障礙者的這個部分 是 感謝王委員 我也很欽佩王委員 數十年來對身影障礙者的照顧 那長照2.0 有沒有提升照顧的能量 我想應該有 因為我們把49歲以下的身影障礙者 納入 照顧的服務對象 另外 另外有沒有減輕家庭的負擔 基本上 這個政策的目的是 朝這個目標來做的 但是有沒有 也許 我們可以再去評估考量 不過我相信 接收到 服務照顧的身影障礙者 他的生活品質 應該相對來講 應該是有改善才對 好想院長值得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見仁見智 好 我們下一張 從量的這個部分來看 從去年度開始 這個是內政部 對不起 這個是衛福部的相關的資料 從量的這個部分的話 49歲以上的身影障礙者 從年初然後到年頂 事實上我們的服務量減少一成 好 這當然主要的這個部分的話 一方面是 是部分 集中在就是說部分的縣市 但是我們的成長 然後也沒有跟上 就是說減少 所以實際的就是說結果 我們在服務的這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是減少一成的 也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如果以長照1.0來比較 身影障礙者那時候是 3萬人的服務量 那我們現在已經提升到 5萬人的服務量 那49歲以下減低 當然也許有一些個別地方的問題 但主要是因為 49歲相對身影障礙的人口的密度 是比較低的 所以他可能是已經變成50歲了 變成65歲 進到另外一個計算的目錄裡面去 部長這裡面的就是說問題跟原因 另外跟王委員報告 因為你提供的是居家服務 因為我們長照2.0還有其他的服務 是就是說居家服務這個部分的話 非常重要 剛剛跟委員長說明過 我們事實上有94.66%的身影障礙者 是住在家裡面 所以相關的服務能不能夠 就是說提供到家庭到社區 那個會是重要的 那在這裡面的話 我們看下一張 我們看就是說 在長照跟身影障礙福利的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這四項的內涵是相近的 零短託 在長照裡面的就是說船席 在福康巴士 然後在長照裡面的交通接送 這個部分的話 乃至於就是身影障礙福利機構 跟長照服務機構的這個部分 它其實在性質上面接近 但是我們卻放棄整合 我特別要強調的就是說 以目前的情況 我們老化的視障者跟聽障者 老化的視障者跟聽障者 就是不是他老了之後 而發生視聽障 而是就是他原來就是視聽障者 當他老化了之後 我們現在沒有機構去 我們的身影障礙機構裡面 沒有這樣子的就是說機構 然後當他需要機構服務的這個部分 那然後現有的就是說 長照機構 然後也不收這樣子的老人 那所以就是說在這裡面 我們部分的就是說資源 事實上就是說是重疊的 沒有進行整合 那以至於就是說 在這裡面當然我們可以 可以從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雙邊 同樣擁有兩方面的就是說資格的人 在長照目前核定的30萬 照顧人口裡面的話 大概有11萬 就是說是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他可以講就是說 換個角度講 就是說他可以折優來做選擇 但是我跟院長說明的是 這個部分的話 資源其實都是不足的 部長覺得呢 也報告這個委員 那目前確實像委員講 這兩邊資格重疊 我們是可以折優來使用 那以不重複補助為原則 但是對於就是說 CMS五度以上 那有相關身經障礙的 我們現在長照所提供服務那個強度 事實上那包裹可能對於這些比較 就是說障能比較高的 就是說我們的私能度比較高的 事實上那個強度是不足 那但是我們現在整個政策的方向 是走向社區化 那社區化在ABC我們初段 我們把它做好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在政委的領導之下 還要繼續來規劃住宿型的 怎麼樣強化這些強度需要的 現在目前提供量能不足的 這兩個強度服務把它做出來 部長我想在這個部分的話 聲音障礙想的這一個部分 相關的服務資源的 就是說相關的建制 跟它的專業化 事實上在過去都優於老人 優於長照的這個部分 但是現在的就是說情況 跟進不足 我們看下一張 好 在預算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在107年度 就是說減編了4.2億 我特別要強調 這裡面已經扣除一列 在生意障礙一列到 就是說長照基金的7億 扣除之後的話 在衛福部裡面減編了 將近3億 那然後在教育部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減編將近1億 在特交的經費裡面 所以就是說在這個部分 減編了就是說4.2億 然後當然就是說造成相關的影響 我們看下一張 然後在長照2.0開辦以後 那在這裡面的話 身心障礙照顧服務 同時面臨就是說經費緊縮 跟人力嚴重不足 在過去的就是說服務經驗裡面 事實上我們的照顧服務員 相對的來講願意照顧老人 但是不願意照顧障礙者 那在這樣子的就是說 情況底下的話 當長照服務 就是說積極開辦之後的話 原來少數願意做 障礙者的這個部分 也被吸納過去 那原有的就是說 現有的 就是說增加的 就是服務是不足的 以至於這包括在機構裡面 我們的外勞的人力 變成正式的人力 外勞本來是補充性 代性的就是說人力 現在也都變成正式 當然這個是在馬英九 由總統的任內裡面 裡面做的這樣子改變 那財務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雖然採用受修制 但是服務的這個部分 地方主導 我們單單一個富康巴士 就有四種不同的收費方式 有完全免費的 有政府收 有計程車費三分之一的 有收三分之二的 那然後還有其他的方式 那對於同樣的就是說 身心障礙者 只是因為居住地不同的這個部分 我們事實上提供的就是說服務 包括內容事實上不一樣 那更不用講就是說 在這裡面 我們剛剛做身心障礙的就是說 換證證明的就是說換 做了就是說相關的評估 我們在長照的這個部分 又重新的就是說來做評估 那特別就是說以目前的就是說 評估的標準來講的話 事實上對於心智障礙者是不適用的 因為它是以就是說老人失能的 就是說情況來做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引起相當的反彈 那我特別要就是說強調的是 我們包括目前長照中心或者是地方政府 核定的居家服務等等的 就是說照顧服務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政府核定的服務 事實上都沒有辦法 充分地做到 就是說做不到 我們核定90個小時 做不到90個小時 兩手一攤 跟障礙者講 就是說對不起就沒有 因為人力不足 因為其他的就是原因 我們就是沒有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好 那我想跟院長說明 我們看下一張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現在積極要來做才華法的修訂 我在這邊跟院長講 同樣在身心障礙跟老人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在生活補助 機構安置補助 然後同樣的就是說 扶具補助的這個部分 我們事實上裁員 經費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在身心障礙裡面 這三項都是一般性補助 然後改採設算的就是說方式 中央訂出一個總金額 那然後用公式計算 撥給地方 不足的地方 讓地方政府自己籌措 那然後 就是說這裡面的話 特定的就是說 它其實沒有匡列相關的 就是說經費 一定要用在身心障礙服務的 它只是一個分配的方式 但在老人福利裡面的話 生活補助是在一般性補助 那然後放在差短的部分 有就是說有不足的這個部分 中央負責補足 那機構安置的話是計畫型補助 按照財力 然後有不同的就是說 標準來做補助 那扶具的這個部分的話 也放在長照基金 專款專用在指定的項目 同樣式的就是說需求 但是我們的經費狀況是不同的 不曉得 就是說 院長對於這樣子的情況 您認為適當嗎 我請朱主記長跟你說明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社會福利的經費 目前是 逐步的是有在增加 地方的裁員不夠 中央對地方的裁員 它有三個款項 就是普通統籌 特別統籌 跟一般補助款 社會福利的經費越多 由於我們那個財化的規定 主席長ABC我想很清楚 我統統都了解 就是說這樣子的就是說差別跟差異 同樣的就是說需求 那然後由不同的方式來做就是說支應 有的中央政府會完全負責補足 那在老人的這個部分 在聲音障礙的這個部分的話 政府量力而為 這樣子適當嗎 我想說如果將來這個財化法的修正案 送到大院以後找那個財化法的一個統籌款的增加 我們把它列為基本財政收支 大概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下一張 好 最後的這個部分我想本期具體的要求 我們應該要在取消 就是說在涉算的這個制度 這個是在執法裡面就是說規定 回歸到計畫型補助的就是說專款專用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各建設地方的就是說 承造執行的能力不一樣 我們現在因地制宜已經造成一國多治了 我們應該參照就是說健保的經驗 創文財就代表了 然後就исл allied醫院 再去炫治了 跟青眼分析 種ier知道 你現在分析了 感谢观看 谢谢 报院会上午咨询到此为止 下午1时50分处理临时提案 下午20时30分 继续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咨询 现在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报院会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 第一位请陈欧柏委员 本院委员 陈欧柏 郑宝钦 叶宜金 庄瑞雄等15位委员 有建议国内无法处置高放射性废弃物 且台湾所有的核电厂全由美国公司替台湾新建 所有的核燃料棒也是由美国公司卖给台湾 因而美国卖方有意于回收用过核燃料棒 远针对在选择美国时推动请美国一NEP资金神 及潜力回收台湾核电厂用过核子燃料 决议要求行政院相关部会 以一个月内成立 推动专案小组是否有当 尽情公决 委员委员陈欧柏等15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援助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我们就通过 第二位请江启臣委员 主席还有各位同仁 本院委员江启臣等11人 有鉴于近日多项民生用品价格涨价 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春节前 宣示使国人欢度春节 假期结束之后的当周 民生用品即纷纷涨价 物价调涨的范围 跨足国人生活所需之实用行 影响国人之生活盛据 原始要求行政院立即 启动平易物价机制 检讨现行政策的缺失 拟定决决的方案 并提出专案报告 向国人说明 以维护国人的权益 是否有当 尽情公决 本院委员江启臣等11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援助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吴志阳委员 吴志阳委员不在 本案暂不议出意 接着请蒋乃馨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员蒋乃馨等12人 针对农历年后迎来的不是景气回春 而是生活用品的飞涨 其中17项民生物资平均涨幅 达到3.27% 创下一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另外汽油 桶装瓦斯 天浪瓦斯 更上涨将近五成 民众苦不堪言 因此受薪阶级抱怨 万物皆涨 只有薪之未涨 要百姓如何土风民乐 学者批评 民众本期待政府好好施政 让民众真正幸福共享 但目前什么都涨 时令的元宵更上涨三成 薪资却不涨 为减轻民众生活的负担 本席等要求行政院 立刻启动稳定物价值抗涨措施 并全面查查 遏止厂商联合红台物价值举动 是否有当敬请公决 本院委员蒋乃馨等十二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援助 请问委员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接着请李昆哲委员 李委员不在 本案占不议处理 罗明才委员 罗明才委员不在 本案占不议处理 赖世保委员 赖世保委员不在 本案占不议处理 接着请曾明中委员 主席好 本案委员 曾明中等十六年建议 内政部会提升老旧建筑物耐震能力 延泥安家固员计划 执行期间一百零五年到一百一十年 执行的结果一百零五年 土壤液化浅室区防治计划 只有八件 私有老旧住宅全面耐震能力的评估计划是八万三千件 实际执行只有五千七百件 私有老旧公益的耐震能力详细评估只有五十七件 因此本期建议行政院 督导内政部在一年内提出具体改善措施 提升安家雇员计划的执行成效 以保障国人居住安全 涉有荡 敬请公爵 委员委员曾明中等十六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原署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通过 报院会临时提案 均已处理完毕 下午二十三十分 继续开会 进行施政方针 及施政报告之咨询 现在休息